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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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那我们这一组这次要讨论的题目呢 是差异 首先我要讲就是 台北 台北呢 它建成超过 120年 从古到今 台北城它的表情不断在改变 从大道城 河岸发展 一直向东区发展 甚至到西医区南港 然后透过整个捷运 大众运输等等串联 并城市里面各样的活动 然后还包括近年来 譬如说像是听障奥运啊 花卉卜卵等等 那台北呢 它已经被评为亚洲的第六大移居城市 而且呢它在世界上被低估前例的 24座城市之一 并世界13个最具有创意的城市之一 那这个城市呢 就是台北它其中 蕴藏着很多珍贵的资产 那我们都爱这个我们深属的城市 所以呢 我们放弃了Monocle 它杂志里面评选的20个城市 我们想要从台北不同的面向去探讨 发现这个我们所熟悉的 这个又活跃的这个城市 它到底有什么特色 那这个是我们这次的分工 然后书单 OK 所以我们就 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台北整个发展的过程 还有台北市它重新整个转移的过程 那最早台北 台北城 它是大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它其实是最早发迹在万华那一带 那主要是因为它是 就在淡水河旁边 那它利用水运的方便 所以它那时候是 譬如说在跟福建广东那边贸易 所以最早的时候台北市 我们从这张图来看的话 最早的话是在那个龙山寺那边 就是台北它是被当成一个港口型的水边城市 那接着呢它就开始向北 它的重心开始向北转移到大稻城 那时候国际贸易就更发达一点 所以譬如说我们会在那边看到 什么留下来的颐和洋行啊 然后德济洋行啊 然后接着呢到 一直到流民船那个时候 整个重心才从水岸往陆地上 所以大概在流民船那时候它就铺设了 第一条在台北铺设第一条大东路 其实就是现在的衡阳路 所以也带动就是大概西门那边的发展 然后就是大概近百年就是那边一直持续很繁荣 但是到近代呢台北的重心又再往东边 因为可能西边已经有发展到某个程度 所以它开始找到其他空地 所以开始往东边移动 但就是因为它往东边移动 所以它其实同时间也显示了说 淡水河对台北的影响力已经渐渐降低了 那一直到现在 在也已经从原本的在淡水河旁边 然后一直过来到新一区 然后包括南港 内湖 也已经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所以就会开始有人提出一个疑问说 那接着 接着台北的重心还会往哪里发展 因为一直到这里之后 顶多这边到汐止 然后这边就因为受到地理的影响 就是它这边有山区 然后 虽然内湖跟南港 就是他们现在在持续的发展 可是因为他们离市区 毕竟也是太远了 所以可能也没有办法取代 信义区的地位 所以同时也有人提出 提出观点 就是譬如说 那它会不会向西北这边发展 因为譬如说在士林这边 就目前也还有一些 还在进行中的一些规划 那 但就整个新北市来说的话 包括板桥 还有新庄 也都是 还在发展中 所以就以整个大台北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呈现一个多核心的发展 那因为都市呢 因为都市其实就是一个有机体 然后它随着时间 会有发展 然后它会有生劳病死 然后再再生 所以我们这次的报告呢 架构 其实是采用老师在课堂上 关于都市持续更新的那个类别来分 所以第一个就是独特地标 独特地标它在这个城市里 它不仅是显示那个城市的财富 它也是展现了那个城市的经济的权利 那都市里面的地景呢 常常会出现这些高耸 很宽广的这些事物呢 它们大多都是公司的产物 可能就是公司它们的一些精神的一些表现 那政府呢 政府机构也喜欢新建一些旁人大物 但是它们的这些地标呢 都是比较缺乏引人入胜 比较灰暗 比较谦卑 比较平凡的 对 那这些独特地标它们有一些 共同的一些特色 譬如说它们像是 它们是占据城市中心的重要位置 那它们可能会在高处显现自己公司的名字 名称和标志 那可能都会有一些著名的建筑师负责设计 然后随着时代的演变 那些建筑物会一个比一个还要高 那这些地标呢 它也是它会带给我们一些记忆 跟一些精神 精神层面就可能像刚刚讲 就是说它可能是某间公司它的精神的一个表现 那记忆的话就譬如说像是2006年纽约 它有一个展览叫做纽约经典的地标摄影展 那它就是它里面的地标大概有一千多张 那里面去参观的人就可以透过那些地标可以产生一些记忆 譬如说像是自由女神像 它可能就在美国人看到它们的时候 可能就会想到当时移民的一个想望 那它有它的地标它还带来一个自豪感 就譬如说当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说我是住在 我是住在譬如说101附近 或者住在国附近的馆附近 就是产生的那种自豪的感觉 那在台北市呢台北市我们身处这个环境呢 也是在近年的北市环境更新当中 也是有建筑地标建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就是针对重要区域啊可能大面积的区域 然后鼓励开发这些案子都能够打造一个 譬如说具有地标性或是国际设计的一些这样的建筑物 那是希望说譬如说透过这些地标呢 能够去影响到旁边的一些规划设计 譬如说甚至带来一些房地产的一些波动 或是说造成话题啊 然后造成周边的商业活动 对 所以当我们讲到台北市的独特地标的时候 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 那可能第一个就是101 那或者是中正经验堂 或者是圆山饭店 那这些其实都是因为它本身的建筑就非常有特色 所以譬如说有国外朋友来的时候 可能会去上述的这些地方参观 但这些都是地标建筑 但如果说到文化地标的话呢 会想到什么 除了夜市之外 可能就是这个敦南成品书店 那其实它敦南成品它是在交通很便利 然后人潮又很集中的地方 其实它对台湾或是对台北市人的最大的影响就是说 因为以往我们对书店的 书店的概念可能就是进去买书啊 挑书然后就走 但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因为 它变成一个24小时 然后你随时都可以进去 然后还可以坐在里面 就是悠闲的看书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成品他除了在 他本身 本身想要传达的 就譬如说他的空间传达给人的感觉之外 在他的文宣上面 其实他们也行塑了 就是透过文宣来行塑了成品这个企业的文化形象 那另一方面也给 透过他的文宣也给人一种 台北东区的另外一种想象 那同时呢 就是他成品书店 他给人的那种美感空间啊 其实我们可能都知道 譬如说在敦南成品的话 你会觉得好像有某一类型的人 就会常常去那里 那他们可能有点像是 譬如说高收入高学历中产阶级 那可能就有点像是BOBO族 那BOBO族其实一方面也可以算是代表台 台北某一类型的族群 所以当他们在夜晚收集于在敦南成品的时候 其实就给敦南成品带来另外一种很特殊的 城市的地景 所以他们在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 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文化地景 那第二个我们要讨论的是品牌创意 讲到品牌创意呢 我们第一个想要讲的就是年性都市 就是李仁方教授他曾经有说过 对他而言年性都市呢就是在心中容颜清晰 虽然不在身边 但是却可以让人魂牵梦夷的城市 那这个年性呢它是 这种年性都市呢 它的年性是存在人与人中间 存在人与场所 城市中间的这个年性 会让人想要去思考说 诶怎么去更爱这个城市 想要为这些城市做些什么 那都市品牌呢 都市品牌就是说 透过国家都市机构 打造出来的一个 能够培养城市资产的这个行为 那这个打造出来的这个品牌呢 它可能是透过建筑啊 透过空间 饮食文化 色彩图屯或是传说等等 让这些文化的欣赏者呢 会想要去吸引更多潜在的消费族群 然后让他们能够 也能够感动也能够认同 那同时间也能够顺便的壮大 该企业它的品牌 然后可以加深城市它品牌的躯感 那我们在讲到这些城市的创业的时候 就会想说 诶那这些创业是不是应该 会有一些交流的平台 除了是透过 可能是透过地域啊 或是说透过一些企业 像是我们都知道 譬如像学学 像是成品 或是都市项目等等 那甚至我们自己在 我们回家上网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在网路上面 在一些部落格 部落客它们打出来的文章中 我们可以隐约地看见一个 看不见的城市在里面 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个 就是隐而未现的地图 是存在这个城市里面的 首先讲到品牌创业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找的案例是关于南村落 那我们知道在师大夜市 甚至说师大商圈 这个地区来讲 它从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夜市的规模 再到可能前几年 再到现在的一个规模 那它的一个成长和一个 一个发展的过程 那刚好可能就是算是一种 新形态商圈的形成 或是我们等等之类的一些 新形的一些想象 那有一个南村落的一个 它成立于2007年夏 然后夏天 然后它试着去把师大商圈 这个场域去行销成一个品牌 在南村落这个品牌 试着用这个品牌来带动整个商圈 或是让人去联想和记忆 整个商圈的一个形式 那有点像是一个品牌的 那南村落它引用的概念 是来自于纽约东区的一个东村 那它认为师大夜市这个商圈 充满了人文气息和薄熙米亚的一种味道 那象征的一个是师大夜市和 师大商圈这个地方 和台北市其他地方 所谓有某种程度的不同的差异 那也是它行销的一个重点 那这就是我们在 在从前面讨论到现在一些 差异性的一些表征 或是一些表现 那它也希望说 透过一个村落的概念去 进行一个和在地的对话 由下而上的一个 居民自发力量的一个改造 那和一个行销来对 对当地空间的一些 新型的一些方式 然后这是一些 现在师大夜市的一些 传统的一些表现 那我们都知道 师大夜市这个商圈和 师大夜市的商圈和 所谓我们说 信义区或是等等 其他一些其他地方的不同 那在我们的讨论当中 我们就认为说 它应该是包含了一种隐秘性 或是一些组成的人群 是不同的这种情况 而造成了所谓的差异 那也是因为一些地理上的环境 或是它所靠近的区域和一些 比如说我们说巷弄 或是等等的一些绵密 而细密的一些 不可预期的空间来组成一个 好像类似在探险的一个商圈 那这也是我们 就是找到关于一些 差异性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存在 接下来是都市更新 那都市更新 我们想要先讲一下 就是清除式规划和都市更新 就是说 其实这个都市更新 这个词一开始 它是希望能够清除都市里面 它的不安全的地方 不健康 过度拥挤的一些问题 那以前的规划师呢 会把城市呢 比你成一个疾病医疗的过程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在规划的时候 他们会希望能够透过一个完全清除的方式 用一个全新的事物去取代这样子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方式呢 就会带来了 像老师教我们看那本书 曾雅各 他那本书所提到的一些问题 像是说当你铲除一些社区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 不但没有把一些问题解决 然后它还会带来一些疾病 和贫穷的一些传染 甚至造成一些新的冷淡和暴力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看 好那我们现在觉得台北市一个 还算蛮不错的地方 那到底我们的政府 到底在我们这个城市做了哪一些的策略呢 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台北市啊 他就是他在打造这个台北市的时候 他的目标是打造一个水岸人文科技的移居城市 然后这个开头就让人家觉得 他是以一个移居城市去想象 那在都市再生的这些策略当中呢 其中我要讲的有一点叫做 叫做台北好好看的这个计划 它其实是透过就是有效的民间力量 然后一起来参与规划 就是变成说现在变成是民间为主 政府为辅导的角色 然后希望能够透过这种方式呢 就是都市的生活尺度那方面的一些问题 能够达到有效的改善 比如说像我们熟知的 比如说减少废弃建物啊 或是说之前还蛮流行的都市拉皮 那在这里想举个例子是西门丁 那西门丁大概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 日本人就是把西门丁这个地方 就是把它规划成休闲商业区 所以那时候大概在1908年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图片上面看到了红楼 其实那时候就建成了 他们是把它当作一个娱乐设施 那西门丁大概到1930年的时候 大概是战前经济的高峰 那时候西门丁也开始出现一些 豪华的剧场啊什么的 大概到50到70年代的时候 战后有大量的外省人 就是进入了台北市 那时候也有很多 有一些商人开始在西门丁 就是投资经营百货公司 那所以那时候大概就是50到70年的时候 西门丁那里前前后后最多层 就是有大概37家的电影院 所以西门丁就变成台北很著名的电影街 那那时候就同时也是 再加上 那时候在西门丁的中华商场 在1961年的时候完工启用 所以就把西门丁跟城中区那边连在一起 就成为当时全台北最重要的娱乐商业重镇 这个图片看到的就是中华商场 然后 所以那时候 繁荣的景象大概到70年代 因为那时候铁路地下化 然后再加上捷运工程相继启动 所以原本在中华商场旁边的铁路就不见了 所以就独留中华商场那边 然后它因为时间久了之后 其实那边也有点常污纳垢 所以那时候就采取了一种清除式的规划 就在80年的时候就把中华商场拆除掉 所以同时间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最早提到 台北市的那个重心已经渐渐移到东区了 所以西门丁中间就经过了一个 比较没落的阶段 那一直到了后来 80年代的时候 阪运板南县完工 然后搭配中华路上一些大众运输工具 使得西门丁跟台北车站 他们的连接性加强 然后台北市政府又在那时候 在87年的时候 有一个西门徒步区整体环境更新改善计划 然后其实呢那徒步区啊 因为台北重心已经往东边发展了 所以西门丁的徒步区其实 有点被视为一个 当做是台北市轴线翻转 就是平衡东边跟西边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所以后来 一直到徒步区完成之后 才又把年轻人换回了西门丁 那在讲到西门丁的时候 从我们的那个阅读的书单里面 就从陈世仁这本书 他就提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关于西门丁的生与死 他举的 他的观点是说 原本这条马路 然后 这个圆 圆星的话是 譬如说这里 这里的地价是最高 然后A跟B在同一个圆里面 所以他们的地价也是一样的 可是因为 譬如说A 他因为在靠近街上 所以他开商店的 立地条件比较好 但是因为B跟他 B跟他是在同一个租金价格里面 但是因为他是在 他不是在大街上 所以他的立地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好 但如果他又是要维持 他要维持这么高的租金的话 那他势必要改变他的经营方式 所以到最后很有可能就是 比较可能 譬如说就是 从事一些比较非法的行业 所以他的收入才会很高 足以盖过他的租金 那 他分析 他的观点是说 就是因为租金的关系 所以 可能从B这边开始 有非法行业 那他当然会影响周围 周围的商店 所以 就会开始 不法行业就会开始 越来越扩散 那但是其实呢 新门丁还是不断的有很多经营的很好的商店 所以他就说 面对这样的话 他提出了策略 就是比如说 如果今天C在大马路上 那他是一个正当的营业场所 那D1可能都还是不良行业这样子 那他该如何 如何把他们改善 他的策略是说 譬如说C先把 把这一块 收购起来 就变成这一块 变成C这个点的延伸 然后改善这周围的 这周围的 商店的气氛之后 再慢慢把 併吞到E这里 就是用 用 从小到大的方式 这样子 也可以逐渐改善 而且加上可能 原本D1这边 如果是从事 非法行业的话 他的地价可能会变低 所以他就可以 用比较低的价钱 在收购 好那接下来我们讨论的是 记忆重现 首先我要讲一句 就是老师 叫我们看的书单 《伟大城市》那本 曾亚哥那本书里面 他说到 旧建筑的经济价值 是无法随意被取代的 它是被时间创造出来的 对 那第二个我们讲的是 就是一直空间 其实一直空间 他就是 他其实 法文的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差异的地点 那他其实就是也会 无形中造成我们城市里面 许多的差异性 那这样的一直空间 它可能会出现在 城市的任何角落 它可能有它一定的数量 然后彼此之间 可能也会交织融合 然后在看一直空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想到说 我们的城市 并不是都是从 并非所有的空间 都是均值的 它存在了很多 非均值的构成 比如说像是博物馆 像是有历史性的建筑 像是古迹 像是墓园 像是一些游乐园 它的建筑的外壳呢 可能是跟 一般的建筑没有什么 两样 可是当你进入 那个建筑空间的时候 你其实是 你其实是 与这个社会的潮流 是无法 没有办法交集的 那在讨论到 记忆重现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说 如果我们现在是进入一个 比较老旧的建筑 那其实这样的建筑 它其实是可以提供 你进去的时候 你是很真实的进去 你可以感受到那一个 使用那栋 旧建筑的真实的感觉 但是其实 你在里面的时候 你其实像看电影一样 你是被催眠的 你是好像就是 在里面是 它是提供一个幻想的 一个这样子的媒介的空间 对 所以它是可以带来 很多不同的记忆 那第三点是 引起集体记忆方面的话 我们是想要从就是 中泰建设 情跟语度来讲 就是在那块 在那块地上面 艺术家用 带开发的土地上面 种植了很多稻米 那这些稻米 突然出现在城市里 它会瞬间引起 城市人勾起他们 对一些农家乐的 一些记忆 然后产生共鸣 所以 就是 那在当他们看到 这些记忆重现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 可以透过这样子的 记忆重现 让他们去思考说 可能 到底是这些 到底是这个 带开发的土地 它是一个25亿的 价值 更有价值呢 还是说 它的这样子的记忆 其实才是更有价值的 谢谢 关于记忆重现这个部分 我们找到的是一个 关于蔡瑞月舞蹈社的一个 Castardy 那蔡瑞月 她是一个女生 然后她1921年出生在台南 然后最后到日本习舞 那毕业以后 从日本的舞蹈社毕业以后 那她就往返 在台湾 那参加很多的演出 越南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缅甸等等 那后来她跟诗人 一个诗人 雷石鱼结婚 那结婚以后 后来 那个诗人就 因为被 捕入狱 然后 导致 然后后来诗人被驱逐出境 然后导致蔡瑞月 也被 关在绿岛 长达三年 那后来她出狱以后 她出狱以后 因为政府不让她出国 所以她就从事一个舞蹈的教学 在中山北路一个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地方 然后 从事一个舞蹈的教学 那在一个日本的房子 然后前面 有一片很大的草地上面 然后她在这边住了三十年 那到后来 到后来她 政府终于出狱以后 她就移居到澳洲 那最后在2000年的时候 她从事一个舞蹈的重建的工作 就是把她 过去的舞蹈等等 重新去检视之类的 然后到后来 再往返于台湾和澳洲之间 那到2005年她过世以后 那后来她过世以后 这一栋建筑 这栋建筑 我们知道在中山区 就是中山捷运站 一碟百货后面的巷弄空间当中 那我们知道那边是一个高密度的 可能住宅一个商业区的地方 那她保留了一个很大的庭院 和一个很大的日式房子在那边 那曾经那个因为捷运的工程 或是所谓的利益的关系 这个地方差点被拆除 因为那边的就是 那边的市值应该蛮高的 所以她这边差点被拆除 可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希望说 能够保留这个地方 能够留着蔡瑞瑞 留在台湾的一个精神的 一个象征的地方 那甚至也为都市保留了一块绿地 那希望说能够留下这个地方 那后来经过争取 那也让这个地方留下来了 然后 这是她现在的一个照片 她现在就是一个练舞的场所 和一些排舞的场所 那旁边甚至开了一家 小型的咖啡店就是 能够让不同族群的人 能够来这边休憩和 和一些多一些停留的那个理由 那这是她中庭的一个照片 那她 我们刚刚说的日式房子 她中间因为是为了练舞而存在的 那她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地 那有一个很大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也是一直往外延伸出去 延伸到草地 就是 那像日式 我们待会可以看到 这是一些在练舞的一些照片 那我们刚刚说的 从室内的一个日式平台 室内的平台 然后一直延伸到室外 然后再到草地 那等于 有点像日式的一个原侧的一个概念 然后整个延伸出去 然后这是室内一个全景 这是一些演出照片 那这是从室外往内拍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都市当中 一个高密度的住宅区 一个商业区 能够保留一块 蛮大的空地 和蛮大的草地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所谓的记忆重现 就是在这原本的当 在这原本使用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重新 让这件事情再重新发生 那即使是 里面的人是不在 那可是他所使用的方式 是以当时候的使用方式 来呈现的 就是一个记忆的 一个重现的关系 那这就是从室内 拍到室外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接下来提到的是 场所栽造 场所栽造 你就会想到说 诶 是怎样的场所要栽造 那台北市呢 譬如说我们 比较常 比较知道的 可能就像是 我这边有分四类 譬如说是以功能来去 既有功能的 就是譬如说像是 古迹 然后像是紫藤卢啊 杨三郎美术馆 或者是说呢 就是说 公办公营的这种 历史性建筑 它最主要功能是 以展示为主的 就像是 铁道博物馆 那还有一种就是 公办民营的 然后它可能会 它常常会被 经营成像是 艺术村 那它的经营上也很困难 因为可能 艺术家会想要 创作啊什么的 那就比如说像是 一些倉库啊 酒厂啊 华山啊 一些糖厂之类的 那还有包括就是 委外经营的 像是 台北当代艺术馆啊 故事馆这些 那 那 再讲到这些 这些 这些场所 他们都是 就是有在做一些 场所在造的 一些事情 那 嗯 在场所 这些场所呢 它通常在 再一次利用的时候呢 它有时候 有时候会做成一些 艺术的形式 就是可能单纯的 艺术创作 或者是呢 它在那个社区 那个区域呢 它能够形成一个 社区的 总体营造 或是担任起 社会教育的任务 那 它当然也是 会变成产业化 它 就像上海的 田子坊 它就是 去上海的人都知道 那个田子坊 它的地方原本是一个 眷村 然后它 一个村落 然后它现在慢慢开始有 非常丰富的餐厅 设计师品牌 和一些特色 小店等等 那这样子的空间 几乎承担了 所有的文化业务 那 在思考 在想说 场所在造的时候 我们都会想说 诶 为什么这些场所 都是一些 好像最后都会变成一些 比如说加上一些 咖啡厅啊 或什么的 嗯 然后我这边 我这边有 有一篇 就是那个 嗯 阮庆岳先生 他提到的 他说在 就是 全球化的声浪当中啊 旧的建筑 就已经成为了 显学这样子 那 他有提到说 像是台北 台北它到底在 这个场所在造上面 它到底有怎样的 竞争力 他有提出一个 嗯 一个想象 一个说法 就是说 像是違章建筑 那 其实这种 违章建筑呢 它其实它是 呃 它其实是有某种 特殊的气质 然后 这种特殊的气质呢 呃 却可以形成像是 我们台湾 与其他地方 不同的一些 差异性 那 最后他就有提到说 呃 这些 我们 我们在做这些场所在造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呢 要先从承认我们城市的样貌 来开始做调整 那他有提到一句话说 给存在的现实更多的尊重 才能从中学习真实生存经验的智慧累积 对这个场所在造做一个回应 那场所在造我们 我们看到的是 华山园区 华山园区它从1914年就开始制造酒类 那一直到1987年 贡卖局因为不符成本 然后把酒厂迁到林口 而停止生产 那从1987年到1997年 中间空白了十年的时间 是任由整个建筑物群和整个园区是荒废 和没有在使用的 那在1997年的时候 有一个金枝眼色的一个艺文团体 那试图进入华山的废弃厂房中 表演所谓的表演艺术 那然后引起了所谓的色论 或是说引起艺人艺文界人士的一些讨论 和群体的声援 那在抗争当中 在1999年终于 公卖局就开始 开始试着去开放所谓的华山园区 来释放出这个旧的园区 来让整个空间是能够再去再度使用的 那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2000年以后 整个华山园区经过了修复 和一些重建的工程 然后试着开放给一般的艺文团体 甚至是学生团体来使用 那变成一个在台北市来讲 算是一个比较低收费的一个展演的空间 那我们也看到每年在毕业季也是有很多学校的毕业展 在这个地方发生 那这些都是一些 现在整理过后的一些场景 那我们也知道 酒厂因为工厂的建筑 那它的 天花板或是它的一些垮具的部分 都是一些非常适合用来做展演空间 或是一些展览的使用 然后 这是一些展览活动的一些现场的情况 那我们也看到 这种情况在世界上 不只在台北市 其实在世界上也是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在发生 因为很多旧的一些建筑物 它们重新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 让这些建筑物经过修复以后 能够是一种使用 能够让使用的一种状态 那华山的园区它从现在这种状况 然后 我们看到还有接下去的一些动作是 林中明建筑师 他可能在里面置入一个电影的图 电影馆和一些图书资料的地方 那将来这个部分 就是华山远区会变成一个比较完整 甚至是一个 能够是一个吸引的影响力在 整个台北都市的一个精华地段 那也是我们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地方 那这些一些活动现场的一些照片 那这些都是一些 我们在城市 在场所在创的一些可能性和一些案例发生 这样 好 接下来其实是讲的是这个社区营造 所以后面这个有点打错 那社区营造它最主要呢 就是它是由市民它自主参与 使用者自己参与规划设计这样子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是运用了在地的资源 然后像这些资源譬如说像是 这些资源呢把它注入这个地域 然后让它产生出它的差别 譬如说像是有些建筑空间的推动 像是我们常会听到 譬如说社区 他们有一些优质社区的票选活动 一方面让社区能够整个帮他们的环境提升 然后顺便能够创造社区他们的向心性 那或者是说有一些地区他们有一些特殊的一些 特殊的一些农产品啊或是产业 或者是当地可能是譬如说山东来的 可能就在当地就会掀起了牛肉面的一些地方料理特色这样子 那还有包括就是说在当地能够多充实一些地方的文化馆 然后就像是三芝香有一个山庄叫做芝博山庄 那那个里面的建筑物呢 其实都是已经变成都还蛮残破的 那后来就是透过艺术家的进驻 这样那个房子装点之后呢 那个社区呢就变成还蛮漂亮的 然后就有很多的那个导演 很多偶像剧会去那边拍戏 那也是透过这个方式把那个地方的那个文化给带起来 然后并且他们自己社区还有绘制他们自己专属的地图 那当然还有包括是用 譬如说像是用一些种族来区分 譬如说像是客家人或是原住民 那他们的就是他们的那些社区的资源 可能就是譬如说透过就譬如说新客家运动啊 或是原住民可能是透过恢复部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 然后来达到这个社区的营造 第三点就是由下而上 那这个由下而上的机制就是跟之前比较稍微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说一般我们规划整个都市 它就是从政府然后开始往下这样子发散嘛 那现在变成是说是由就是居民自己主动 所以它可能会更能够贴近就是我们一般都市这个生活的尺度 然后社区营造这个案例我们觉得是在戏纸市的梦想社区 然后会有这个社区的出现是因为就是松德建设的董事长 蔡聪明先生他从小在戏纸长大 因为他们家务农 所以对这片土地有一种很深厚的情感 然后他在2000年的时候成立了梦想基金会 然后希望然后并购那边的土地之后盖出 或者盖房子营造出一种社区 然后可是他希望那样的社区可以营造出一种 一群有理想热情的购物人 然后共同投入社区营造 然后打造一座充满艺术气息跟人文内涵的梦想住宅 然后也能提升社区生活品质 然后所以他就是虽然看到这个会觉得他可能是这种噱头 但是他在房屋购买契约的时候有规定 就是你购物人必须填申请表 还必须写自传 然后除了这样还不够 还要看过跟社区相关的书籍写读后心得 然后还要参加他们社区工作坊制作出大型布偶 更要参加他们社区举办的游行之后 才可以签约购物 然后那社区会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吸引很多人去购买 是因为去那里居住 是因为他们的社区会办的主要活动的两大类 就是第一类是创作工作坊跟采接游行 然后创作工作坊主要是他们活动的灵魂 体现居民的创造力 然后也提供他们沟通的平台 然后采接游行主要是他们平常在创作工作坊 制作出一些作品 然后能让他们在街头上游行展示 然后他们这些创作部分 还会请住村的艺术家来指导 然后带领他们创作 而且他们的社区每年十月的时候 还会举办梦想家年华 然后吸引 让艺术家跟当地的居民有个机会 可以展现他们创作 或者让艺术家可以指导那些居民有些创作 然后其他比较小型的活动 可能还有电影节 跨年晚会 还有文化节跟音乐节等等 然后可是他们这些活动 当然也是需要经费的 所以他们经费的来源 主要是社区开设台义班的收入 还有社区两间店就是咖啡术国际餐厅 跟风香茶语的营收来维持 然后当然这些社区营造了十年 然后有些成果 因为他们社区内举办的丰富又多元的活动 提供社区居民挥洒创意 还有让他们居住在此的居民逐渐有一些光荣感 然后无形中形成象星力 然后像这些就是他们社区 艺术家创作的作品 然后而且还有就是他们这些加年华的活动 就是形成一种逐渐形成象星力 然后对艺术的激荡共鸣 使那个细致的梦想社区 成为一个有人文内涵 跟充满创造活力的社区 然后这也是可能他们当 那时候假日有请一些音乐节 请来有一些乐团所做的表演 然后这是他们那个营收的店家的拍摄情况 然后可是这个社区因此就是造成一种品牌效应 就他们社区可能变成有自己的社区品牌 所以使他们那一个社区的房价比周围高了20%到30% 然后就算细致可能一度房价有跌落的时候 然后那一个社区的房价还是比周围的高 然后可是虽然是他营造了那么久 然后社区外的游客对这个社区充满了许多的羡慕跟憧憬 但是还是有一些少数的居民会有些不满 因为他们会希望说工作之后能好好回家休息 而不是就是还要拖着疲惫的声区去参加活动 所以是希望那个董事长可以让他们住户自行组成管理委员 会处理自己社区的事务 然后当然大多数人还是支持这个活动 就是参加活动 所以就是大致上来说 这个案例还算是成功的案例 好 那我突然好想要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我去过这个社区 然后这个社区 我刚进去的时候我就是跟那个董事长 就是跟他们聊天 然后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把衣服脱掉一起跟我跳森巴 就觉得他非常疯狂 对 然后到像 因为他们社区里面就有很多就是外国人 就是对 蛮多外国人 所以可能就是在思想上很多都蛮奔放的 所以可能就是会造成一些 但是还蛮有趣的 然后他们之前像他们的那个森巴舞 就是真的是沿着那个凯达哥兰大道 这样子一直狂扭过去 然后包括就是七八十岁的老太太 一定要穿三点式的比基尼这样子 还蛮疯狂的 好 最后我们讲到的是那个生态自然 那生态就是生态城市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有提出一个就是说 到底存不存在 这个世界上到底存不存在一个生态城市 到底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 那如果真的存在的话 它到底它是长怎么样子 因为其实每一个城市 他们在规划这方面的时候 他们其实没有一个 每个城市他在规划的时候 他们的策略都不一样 然后着重的地方他们的资产也不一样 到底怎样才是 那我们认为说在未来 我们甚至不需要有生态城市这样的罪刺 因为城市的发展 可能本来就不应该造成大规模的环境破坏 城市它本来就应该是和其他物种和谐共生 台北上就是有阳明山 还有植物园等等的生态公园 就是跟生态比较相关的旅游地点 然后可是最近就是 有营造一个富洋自然生态公园 然后它大概位在大安区的沃隆街 跟富洋街交叉口附近 然后这一个生态公园 它原本是日据时代的弹药库 所以会有很多军事的寒洞遗址 然后长久以来它是军事种地 然后像这种寒洞都是军事当时的出入口 然后可是因为它长久以来是军事种地 所以隔绝了人为的干扰 然后所以保留了很多生态的丰富跟多样性 然后所以它后来在规划的时候 是采用比较低密 极低度的开发方式去规划 然后造成最低的破坏 像这种它们在 所以虽然要让人走进去的木栈道 它们是用架高的方式 不会破坏到它们的树根 然后而且它有一些碎石地 然后可以让水在上面流动的时候 不是像水泥地板 就是无法顺畅而流动 然后而且在民国九十年七月的时候 荒野保护协会还终于在那里设立了定点组 每个月都会在那里做自然的调查跟记录 然后之后慢慢还会做 还做一些各项导览跟解说 然后也举办户外教学活动 然后民国九十三年的时候 还中央 不是中心大学的生科系 还在那里连续四年做了生态的调查 然后为了了解整个园内的物种分布 以方便之后园区的规划设计 跟经营管理的依据 然后而且这些他们调查 生态调查还有拍全纪录片 然后当作附近中小学的教育素材 好 最后我们总结整个报告的结果 所谓的差异 那我们看标题 标题可能是全球性在地性 看见看不见 以生活蓝图的当代城市 差异这个词它讲的是 简单来讲可能就是一种不一样 一种特别 那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从建筑上的角度来看 比如说从国际样式等等流行之后 每个城市越来越趋向于统一的一种形象 那大家可能有向往美国梦 或是向往一种歐美城市等等的一种形象 那变成说每个世界上很多地方 形象变得越来越相同 那所谓的生活也越来越没有差异 那在这个的同时 人们就会开始反思 到底什么是我们所独特拥有 或是我们有的别人而没有的这种东西 那当这种东西被显现出来 变成一个品牌或是一个地标 变成一个再创 或是一个能够吸引的地方的时候 那它就是所谓达到一种差异的效果 那前一阵子有一本书很特别 是一种蓝海策略的那本书 那它当中也有提到所谓的 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 如果能够创造出自己和别人的不同的话 那我们也许会是一种新的 一种新形态的路线 那这个引申回我们差异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虽然说研究的目标 是在台北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 那即使在台北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差异的话 那在国际上的话 那当然放大来看的话 那当然会有更多不同的可能和结果 那因此我们也希望说 就是透过这次的研究 来了解一些不同种类的一些它们的关系 或是一些它们独特的地方 那这次的差异的报告就是 我们差不多有报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首先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选举完以后台北市 其实选举完以后 只是台北县变成新北市 就是地区上好像没有变化的情形 新北市 新北市 台北市 台北市 那当然是比较冠冕堂皇的说法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会选择台北 也在作为一个题目 除了是一个比较方便取得资料 和一个比较 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生活环境 来作为一个假想以外 那我们一直认为说 所谓的城市的定义 或是说所谓社区都市的一个定义 应该不是用政治的划分 来定义这个都市 因为就像可能以 可能以台湾的一个规模 那可能在某些部分的 某些地方的 某些世界上某些地方 它可能算是 就可以算是一个省份 或是一个都市 就是等于是说 它不应该是 以一个政治的界限的划分 来划分说是 是否是 是否是 一个城市 或是一个 等等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就是研究台北 那也是就是希望说 能够从 即使连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都可以有这些的差异性 和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也许可以从这边见为支柱的 等等一些方式吧 那关于第二个问题 当然不可否认就是 就是我们看到的资料是 当建商可能在一个 我们看到的资料是 就是说 建商可能在养这块地的 他两年付出的成本是 200万的维修的 18个月的 他一年半 他就是 他付出 养护这块绿地的成本是 200万 可是他 获得的容积率 那 加上然后在他的建筑上面 他的 转手的获利可能 可以到达6千万 那等于是说 从200万到6千万 他等等的一个 架差上的事情 当然是很值得去讨论的问题 那可是 就是 这件事情可能也是配合的 可能现在花博的推出 然后 一些 周边的一些政策的情形 那可是 假设我们去想说 这方面的差异性 然后去质疑说 这个法条或是 这件事情 到底他的正不正确 可是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想 如果没有这个法条 或是没有那个 老房子被拆掉以后 这两年是没有绿地的 我们可以在 在一些 就是他即使是 就是他可能是 有漏洞的地方 我们当然值得去 检讨或是 提出质疑 或是 可是我们也可以去想象 另外一个想象是说 这件事如果 没有被发生的话 我们有一些很美好的 回忆或是曾经 是不会拥有的 那这些事情就是 我们可以去思考 对啊 如果以一个 其实在台北白天的生活者来讲的话 其实有绝大多数的人 并不是居住在台北市里面 所以会有 从每天的高速公路流量上面来看 其实有非常多的人 是从所谓的大台北 就是所谓的新北市 然后包括到 长庚那边什么 林口 桃园 甚至有很多人是从新厨到台北 所以等于说他整个台北的白天的状况 其实是一个被 所谓到 库拉斯的状况 是极度的涌色的一个状态 那 我会 我 我比较 我希望看到的是 在新北市选举完以后 它整个 整个产业的生态可以被 被重新的 重新的安置 让 所有的居民不需要 透过长距离的 这种高密度长距离的移动 来导致整个城市的生产力 比如说大家现在都会讲说 所谓的园区是在内湖 那是否是有许多居住的区域 比如像 像比较南部的区 南台北的部分 是不是有一些产业可以 南台北 我们以前以台北的区块来讲 南台北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些产业可以 在那边做一个生耕的动作 或者是新北市的区间 比如说五谷那个地方 它本身就已经有很多的产业结构 在这些产业结构的操作下 是不是可以让人在城市之间移动的量减少 相对于让这个城市 每天所需要付出的负担变得更低 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政策面可以处理的东西了 其实我很想回答你刚刚那两个问题 我本来觉得应该让同学们有一些想法 我先补充你们刚刚做的事情 在对你们整个Presentation journey的时候 顺便回应一下雨亮刚刚问的两个问题 你们今天的Presentation在整个架构上做得很好 然后资料也很好 可是我有一个建议 就是说每一次的Presentation必须要一些Statement 然后不只是说做一些Research 把一些Research合起来变成一件事情 那如果说今天就你们Presentation的这个几个项目 还有这个单点突破的关系 我认为如果有机会的话 其实你们在最后或者是在每一段 你们刚刚定义的这么多段 我看一下几段 你们定义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段的架构里面 如果有机会你们应该在每一段的架构 谈完的时候给一个Standard 所以Standard是你们看法的Standard 就是你们认为什么样才是一个记忆的 你们称为记忆重现或者场所再造 大概Presentation比较好的方式 不要只是讲完那个现象或者是抓几个点 基本上如果好的一个Presentation 应该是把你的所有的 因为你不可能一次讲完那么大的一个城市 所有的事情 所以比如说记忆重现或者是场所的再造 你如果提到华山 你应该先选择说为什么你在这么多的东西 你们会选择华山 再过来是你看了什么书 让你用对这个华山有一个概念 有个想法 最后你设下了 因为你分析完华山以后 你希望在场所的再造里面 你想设一个什么样的Standard 这Standard可能是从Global View的Standard 可能从Local Index的Standard来做的 这样的话会对你们在思考这个台北市 跟状况里面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这是我的建议 这样的话其实才会慢慢有结论去聚焦 不会变成一个发散式的一个思考 如果是做一个Presentation 如果只是做一个Introduction 那我觉得你们那个Introduction 其实做的还不错 可是我觉得再下一步其实要做的是那件事情 毕竟我们是一个研究生 这是对正刚Presentation的建议 不过还是觉得你们的资料 什么是蛮丰富的 第二件事情回应到雨亮 刚刚提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选举后 那我大概认为台北市 现在最必须要关心的事情 第一个是属于Political的范围 就是从北市到新北市的那个状态 第二个事情是花博后 花博后还有另外一个状态 两个的scope不太一样 那新北市的状态 我比较会有一点点思考 其实跟坤翰刚刚讲的那件事情是接近的 就是所有现在台北市的资源 当初一直在重新在remapping的状态里面 有一个状态是 台北市的资源在它的生产的 生产的资源里面 其实很多靠借的是大台北 或者新北市 所以很多人的居住 它的纳税 它的生产性 其实都是互相之间是台北市的资源 跟新台北的资源 在互相交构的 可是当初一个是 是院下市 一个是省 所以它的那个资源有点不平均 可是相对于 对于工作在台北 生活在台北县的人 相对的很多东西是很难balance 所以刚刚你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到不竟然是产业一定要外移或是什么 而是说那个资源要重新的整合 那这个整合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包括这个 我们常常说 social fuel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社会福利 还有社会政策 那你很难想像说 当今天所有资源集中在台北的时候 结果这些社会政策 当今天在发展台北的时候 忘记了在台北工作的一群人 他其实是在台北县的范围 现在的台北县 以后的新北市的范围之间的关系 还包括地理关系 现在一直在谈 那个两条河 因为基本上台北县是整个包住台北市 所以还不只是南边北边 其实是整个范围都绕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 就是未来要观看的 从新北市到北市 当资源都变成一个叫运辖市的时候 它其实变成一个大台北的状态 它有机会可以去思考 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另外要思考的是说 花博其实 现在还在观察当中 如果对我来说 花博这个展览好不好 基本上我觉得它可能是失败的 就是从美学 从这个策展的观点 它基本上像个嘉年华 所以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 可是如果从都市建设来讲 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台北的 刚刚你们没有提到 因为你们刚刚比较发展的是 提到很多不同的scope 台北市其实如果从政府观点 民间有民间的另外一个观点 刚刚讲的聚落 南村落 还有包括一些社区之间的关系 这个有一个民间的观点 政策的观点 基本上如果回来看 政策性的台北市的话 基本上每一个局处在做不一样的事情 刚刚余亮问的第二个问题 是都根处在做的事情 还有一个叫做都发局 都发局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文化局 在做另外一件事情 然后现在因为花博的时候 多了一个叫做产业局 所以产业局是在做花卉 那个比较不管 他们产业局全部都是以花农 花商或者花卉协会这个部分的 那个在花博完就大概没有了 那个其实是让这个产业冷静 可是花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是在之前的文化局 曾经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今天有谈到 可是因为你们还不够敏感到 它跟政府的关系 所以你们比较不晓得 这是哪几个局处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你们刚刚提到的 很多的旧建筑的状况 包括蔡瑞月 包括这个我们看到的当代艺术馆 包括红楼 包括光点 这些事情都属于叫做文化局业务 所以文化局业务 那时候在回应马英九那个时候叫做轴线翻转 从东区希望再转回西区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沿着中山北路 从中山北路最端底的台北故事馆 再过来一点点 就会从原山的台北故事馆 再过来一点点 就会有当代 不是过来一点点 台北故事馆以后再过来 整条线里面还有光点 再过来蔡瑞月 还有当代艺术馆 再继续拉 从中山北路的底端一直拉拉拉拉 拉到最后面的时候 拉西门町有红楼 然后包括西门町的整建 那其实那个效果是在当初 马英九跟隆映台 因为隆映台对文化的 文化这个部分特别感兴趣 所以他把所有东西都叫做文学馆 所以你看到红楼啊 看到这些东西跟文学有关系 那也因为那样子你们会发现 西门町在当初 那个整个中华商场被干掉之后 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街道 西门町有一阵子的确都没有什么人 都往中心百货 然后中心百货自从有东区 信义计划区的时候 又往东区信义计划区移 所以后来中心百货本来很多人也没有人了 可是现在有个状况是 西区又回来很多人 所以其实那个翻转的确有翻转的 所以文化局当初在做这块翻转的时候 都发局在做什么 都发局其实在做南港内湖 这些大的圆区的状态 所以都发局在做南软 还有包括内湖的科技圆区的这样的状态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余亮在问的都根处 都根处最近在做的事情 其实是在各个旧社区 包括现在的南港区西门町 还有包括台北市很多很多的老社区 那那个时候也是因应这个东西弄了一个 刚刚余亮问的一个叫做台北好好看 台北好好看 台北好好看表面上也是为了花博 让画的势容开始变得比较整齐 第二个是说你的浪漫的情节里面 就是让所有的urban space变得比较有用 变得大的sharing 这也是都根处现在的很骄傲的一点 都根处他现在的骄傲一点在于 在于他现在直接跟厂商deal 让厂商能够让他原来的这个private sector 就是私人私有土地释放出来变成都市空间 然后让很多人可以让这个都市空间活化 当然也是让那个地方 进游都市更新的时候变得繁荣 可是相对的有余亮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当你今天在第一步 在他还没有盖的时候 你让那个区位开始繁荣起来 你让西门町的老房子区繁荣起来 你让南港区繁荣起来的时候 他是好事 他对都市的那个换血是一个好事 可是相对他换到了什么 他换到的可能是房价的增加 那个房价增加 depends 好事跟坏是一半一半 好事是说其实对于社区的其他人来讲 他的那个社区因为长久的老旧 开始可以房价增加 如果你问旁边的人他们都很高兴 可是增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会发生一个问题是这些人会被赶走 就像我们上次在讲Duckland 那个伦敦旁边的那个郊区 就这些人增加到一个程度 房价高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就会卖掉 他就会让别人进住 甚至于该来的人不来 不该来的人都来了 那个时候其实都更处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关系 是他在交换这个鼓励交换 容积率这件事情 第一个是要让空间绿化 让空间开放 可是在回应这个容积率的同时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谈 如果你们关心到最近的新闻 都在谈社会住宅 可是这个社会住宅 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包括大概两个礼拜前的 我在Facebook有贴的 汉堡的汉先生贴的 他认为社会住宅不再只是 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 因为那会造成另外一种社会问题 那社会住宅到底是什么 他到底是一个low income的住宅吗 我前天还昨天又贴了另外一个 他们做了一个公庭会 然后再谈社会住宅 在新加坡或在台北 台北其实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台北其实没有太多的穷人 台北其实大部分的80%到90% 其实都是中产阶级 现在的穷是叫做相对感的穷 就是真的就穷到让你没有地方住 叫你住一个小地方都没有钱的 没有 只不过叫你住很烂的你也不要 可是叫你去买一个你想要 心目中的房子你买不起 是因为他的房价高到一个程度 让你现在的所谓的薪水阶级 你不算穷喔 台北是一个很均匀的薪水阶级的人 这些薪水阶级他自己可以养活 他自己的各种不同的方面 唯一一件事情是他想要住一个他生活 生活觉得还算舒服不是那种叫做贫穷住宅 还算舒服的 one bedroom house 或two bedroom house 他买不起 因为那个房价高到一个程度 所以台北并不是叫做贫富差距很大 而是那个土地价值的差距非常非常大 土地的价值相对于你的薪资价值 拉得非常大 所以今天会产生一个状况 如果台北市今天继续在做一个叫做社会住宅 盖得像国宅 盖得很烂的那种房子 叫你们去住 你们也不会去住 因为那个已经不是你们的生活所需的状态 可是呢 当你今天看上一个 你只要很简单的房子 像五一两坪那种 全部都白白的 很简单 也不用太大二十几坪 可是那个空间很舒服的 你要那个房子你也买不起 你没有办法承担那样的一个价值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谈说 如果从国外的观点来看 应该都根处跟都发局政府机关 或者是中央 其实这个是中央政策 所以最近的工厅会并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工厅会 是内政部营建署的工厅会 因为这个都市更新的架构里面 必须要谈到说 你除了在把空间做都市美化以外 你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你每一栋一区的住宅 当你今天给你容积的时候 你应该要相对的比例 释放出来 变成叫做rain control 或者是price control 也就是说 每一区里面 都有30% 其实是为了特定的 留下来的本来这些族群的消费能力的 或者是台北的新移民 或者是年轻人的这些东西 他是租不卖 可是那个是control price 然后这control price 让这些人跟 真正有能力住的人要mix在一起 那是汉堡德最近在谈的 就是他是一个mixed residential area 并不是一个叫做单一单群的社会住宅 可是这个部分到现在台北都还没有做 或台湾都还没有做 所以台湾在社会住宅里面的那个论述 最近才开始 然后还没有定论 可是他马上我听到郝龙斌说 开始要盖了 很恐怖 就是所有的到底要盖什么样的社区住宅 到底是为哪一群人 到底为赤贫的人吗 台北到底有多少是赤贫的人 还是为了更多元化的各种不同的人 刚毕业的薪资阶级的 外来的人口 包括老人 包括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大在问 然后呢都庚处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那时候一直在建议 建议都庚处 就是林聪杰处长 就说你今天做的第一步来美化世荣 当然是好事 你不要杀鸡取软说 因为后面的房价展 所以你美化世荣的这个 前两年这件事情不做 可你千万不要忘记说 当你在做前面的时候 你很积极的做这个很前面的效应 你忘记了你的中央政策里面 必须要对住宅 因为台湾没有住宅政策 所以你或新加坡有 你必须要对住宅政策 定定一个新的标准 OK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都庚现在有很大很大的问题是 你们没办法想像 如果你们是台北人 你会 应该会蛮喜欢 除了永康街以外 你会蛮喜欢 民生社区 民生社区有公园 有那个街道 有大的树 很漂亮的东西 你没办法想像 民生社区那个四楼的那些公寓 每一个都已经老旧到会渡庚 只要任何一个project 决定渡庚之后 它一定改大楼 它一楼一定会变成社区门厅 如果照现在台湾的住宅形式的话 只要一个案子发生 整个民生社区就会毁掉 因为民生社区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那个street 那个一条一条四楼房 下面是店面 等一条street 当今天 你有一块地被整合成功 盖起来变成抽高 有很好的view 那个street就会不见 那个叫破窗效应 只要有一个block破掉 没有街道 全民生社区就 就会完蛋 整个那个 永康街那一区 就南村落那边都会完蛋 那是抵挡不住的 而且那个在这三年内都可能会发生 就是只要有一个建设公司 它谈成了 它去送都根 然后做起来是一个很高级的住宅 那个整个街道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谈叫做 village跟street之间的关系 所以有些地方是这个 这个关系 如果去看 看新一计划区就没有street 新一计划区要不就是 big box 是百货公司 要不然就是 外面新一之星 为了一堆庭园 中间是有security guard 下面是很高级的大门厅 那你不能说他错 因为你挡不住 因为这是民间的需求力量 可是政策就必须要 要建构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这是两个事情 很多人把 都跟的前面那一段事情 跟后面那段事情 交织在一起谈 他大概不能那样谈 可是政府有责任 必须要建构这个事情 这是部分的回应 余亮我没有完全回应你的问题 是因为这个现在还在进行事 还在进行当中 另外一个是花博后 花博后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 在台北市的一个改变 最大的改变是以前 是在重新串中山北路 串中华路的那个状态 在发展南港 发展内湖 其实花博有一个非常重要 要观察的是 淡水河岸跟基隆河岸的关系 就是未来 当花博去掉之后 整个从原山的遗址 到儿童乐园 现在不知道叫什么乐园 儿童什么 娱乐中心 一直到北美馆 一直到滨江公园 现在那个郭英照做的 一直到大家和平公园 一直从大家和平公园 现在有个脚踏车道 可以一直骑到淡水 那个整个Greenbelt 那个Greenbelt才是 都发局在花博的时候 最想要用力的部分 当今天那个 那个花博的泡泡用完之后 其实要看这几个东西的串联性 到底串能起来串不起来 那那个才是真正的挑战 就是说 河岸线 就是那个两条河交界的那个河岸线 有没有办法经由花博里面 把这些所有的 叫做河滨的整治的洞线 因为本来是每一块都分开 他现在做了很多 行人的徒步的tunnel 那这些东西可能有办法串起来 那如果你关心一点的话 其实我觉得像你们在观察台北市 应该用更宏观的view 来看这件事情 要更了解都市计划 都市设施里面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大概你们在网路上是找不到的 因为我相信你们这很多 都是从网路里面找的 不能 你必须要去了解那个 所谓的真实的状态 那个真实的状态才有机会 让你们从里面切进去说 如果今天我们这堂课 等你们未来还要再做一个 比较贡献的事情 要建立一个什么standard的话 你们应该有一个很勇敢的 讲出你们的standard 哪些东西最重要 要谈场所 什么东西是值得要被做的 你们要谈地标 哪些东西是你要的 哪些东西你不要的 大概不会只是这个现象的 因为那差异性 最后最后会标示在那个standard 那个标准 那个标准重要的出来以后 才能知道哪些standard 是挂在一个叫做 low coefficient 哪一些标准是挂在一个 growth coefficient 那这两件事情都要 这个大概是我对于你们 还有对刚刚雨亮问的那两个 很重要的问题的回应 那我也希望大家多关心一下 现在台北市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他们其实都是好意 只是他们 我觉得政府的幕僚 不够专业 大概就这样子 就是说他们在释放出各种 什么社区住宅 社会住宅 释放出容积率 台北好好看 这些政策的时候 他们 这个政府机关没有那个人 很专业的 自己做一个practice 自己知道那个percentage 那个容积怎么转换 所以刚刚讲的 你那个浪漫也太浪漫 可是那个浪漫是好的 就是说 只要为都市关系是好的 那个本来就应该被保留 可是它背后 常常会很多事情会发生 我自己也常常做一件事情 当我今天改变了都市的 某些关系的时候 其实在助长另外一边的 我如果再做一个 做一个都市空间的project 要不就把它做成功 做成功 所有的房价会涨一段 连我都买不起 可是如果不成功 那个都市还是原来的样子 所以我们常常不小心 我们的专业者 做的成功 会变成一种 某一种推手 这个推手 一部分往正面发展 一部分往负面发展 它是两面认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 不是我们 其实是政府必须要扮演一个角色 如果政府公部门 没有扮演那个角色 师部门 你说靠我们的力量 去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大家才会 一直在push公部门 去做这个事情 可是我常常认为说 网路上你们要很小心 当你们关心那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觉 网路的论坛里面 常常把好多 其实是不同层次的事情 搅在一起 所以在批评的状态里面 其实有的时候把那个 有益的虫也杀掉了 然后留下的都还是一些 残破的状态 所以应该要把那个 每一次在谈的论坛里面 其实你们要有能力去理清 我常常偷偷的当潜水艇 在看Facebook里面 所有的人的谈论 我都觉得大家的思考里面 很naive 就是不够理清 所以有时候都突然变成 好像是critical point 结果其实是有点点 消极的谩骂 可是有些东西呢 又太乐观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建议 那城市本来就不是一个 很容易的问题 城市它有太多太多的因素 你要知道说 我们的城市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人 我觉得那个比较重要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 要接受那个多样化 我常常说一件事情 不用害怕城市 城市会吸收我们 很多人说 那在城市你做的动作 会不会就 就这样会残害 一辈子 会 可是你也不用那么害怕 是城市已经接受了几百年 几千年的状态 它很容易把所有的东西给吸收掉 所以就怕你不去挑战那件事情 好不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还是谢谢大家 谢谢四位 这次的presentation 很好 只是少了一点点critical point 你要知道我们做研究所的人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那个point 的关系 ok 好谢谢 大家好 就是各位同学老师好 然后我们这一组 今天要讲的是第四个 关键字 雍色 那下面是我们的这一组的名单 那相信就是这个礼拜 大家有看那个库拉斯的一些论述 然后不晓得就是有没有对雍色这件事情 有一点想法了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讨论雍色的时候 我们脑子根本就是一片混乱 然后就是我们就看完库拉斯之后 然后坐在一起 就说 好库拉斯的论述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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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明白了 可是下一句竟然是 诶 然后咧 那我们这一次到底要做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诶 雍色到底是什么样的词 就非常的莫名其妙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本书 欢迎大家收看那个雍色学 雍色学 就是我们找到一本书是雍色学 那它里面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是雍色学 可是它竟然谈的是行车雍色 逃生 蚂蚁 电梯跟财富 还有最有趣的是美女雍色 对啊 就是美女雍色呢 就是追求第二名反而太容易了 比较容易 因为第一名大家都要追嘛 全部都挤在一起 一定追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追第二个 那这个就是属于生活上的一些小雍色 也不是小雍色 就是一些雍色 生活周边状况的雍色 那我们是要讨论这些雍色吗 嗯 当然不是 我们就是要看 我们要聚观看世界 所以我们将世界发生的雍色分为四个方向 交通 空间 机能跟文化 那旁边是我们主要负责的工作分配 那因为这些雍色的状况 其实是相互混杂在一起的 它们关系也非常复杂跟非常的密切 就是永远都分不开来 所以我们利用了密度尺度跟向度 这三个不同的面向 希望可以用 希望利用这三个不同的面向 希望可以探讨 关于雍色这件事情 那首先我们提到的交通 就是交通是我们周边最常发生的一些雍色 那雍色就是 交通用色基本就是塞车嘛 那其实我们最主要要讨论的是交通工具的多样 跟加速的过程和资讯流通 那我们光是从那个大台北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交通工具有多少种 除了十一路啊 就是我们的两条腿 然后再加上脚踏车啊 而且现在大家都很流行那个HOLA生活 所以就每个人都几乎有两三台脚踏车 然后又加上人手一台机车或者是汽车 那这些混合在一个都市之中 不仅造成那个大家交通动线上的雍色 那更加上了就是一些公共交通工具 有公车捷运高铁飞机 那跟随着就是不同的地区发展 其实主要使用的交通工具也不太一样 像欧美就是比较主要靠汽车 可是像台湾的话 就会有把这些不同的交通工具 全部都融在一起 那其实光是在刚刚提到的那些交通工具当中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交通工具的发展 就是我们人的就是一直不停在加速 从以前三轮车牛车 一直到现在 就是还有高铁这样 那其实在加速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直不停的在改变人与人之间 定点上的距离 对 可是就是比如说在都市之间 我们可以快速到 就是从台北也可以快速的到达高雄 或者说我要去谁家 我也可以很快速的就是 利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一下就到了这样 那其实在这样子缩短城市距离的同时 也串联起各个城市彼此之间的那个生活圈 那像其实加上这些交通工具 它形成了一个非常 就是为了达到便利性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大的枢纽中心 像台北就可以看出是那个台北车站那边嘛 就是有很多什么高铁、捷运、台北火车这样 然后又加上那个旁边就是那个台北转运站什么的 那其实在这样子的发展当中 又不停的加快了周边商圈的行程这样 然后周边商圈的行程 那一定也要有道路的连结嘛 所以又 所以又什么人行道啊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 又建立起几个捷运站这样子 那其实这是在比较具体上的 我们人在移动当中的一个交通 那其实最主要最后发展 最新发展出来也不是最新啊 就是那个 对就是资讯交通 就是资讯交通 就是我们利用了一个第四 第四个面向切入的 发现是时间加入的交通方向 发现是资讯上的流通 那资讯上的流通的话 就是我们就不用再出门去购买东西 也不用再 比如说我要找谁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视讯 大家就也是好像似乎解决了 庸设这个现象 可是其实人心 庸设了吗 没有啦就是越来越远嘛 好像是这样子的 对那就是其实在资讯流通的过程当中 就是也改变了一些上业模式啊 还有生活的一些通讯方式这样 然后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 我们的交通方式 接下来谈到的是空间 那空间这个话 比较具体来看 比较放大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谈到都市的 都市的空间 那其实都市的空间 上次老师有提到说 过去的人 比较蛮希望说 可以拥有一个宁静的生活 所以有住宅区 然后把学校跟住宅放在一起 然后商区 怎样怎样怎样 怎样放在一起 对可是现在的话 却大家为了有效的利用空间 然后造成了许多住商混合的地方 就是将所有的机能性 全部打碎在同一个区域之间 然后形成了一个都市的多样化 就是我可以在这 我现在反而变成说 学区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商圈 像刚刚有提到十大夜市就是 就是学区旁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商圈 那其实在都市 除了这样子之间的上的多样性之外 它还有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 就是大家利用空间的方式 真的越来越 越来越有效率 就是大家就一开始 一开始都是一楼 一楼使用 一楼是商店 然后大家可能就是想说 二楼以上才开始用 才开始住宿的空间 然后现在反而一直不停的提升到 二楼也是商店 然后一直提升到三楼上去 这样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空间 这样子的空间使用方式 也让都市变得更多元化 那可是这样子大量的机能 跟人口注入的一个空间当中 每个人所平均可以分摊到的 使用 可以使用到的空间反而越来越少 像在向下地方的话 可能一户人 可能一户可以 也不是这么说 反正就是像台北的大家所 可以平均分摊到一个住宅使用的 值得越来越低 这样 那大家在水平的水平路线 水平上可以利用的空间越来越少 当然就是往垂直上的发展 可是垂直上的发展一直往上涨之后 呢 接下来 就是很难继续讨论这样 可是在水平上不停的发展 其实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那个都市 都市的边缘反而被模糊掉了 对 然后就是反而形成现在大家 刚刚有讨论到的大台北地区 就是连什么桃园都要被融入进去了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某一种的那个 都市边缘的模糊 那 那像就是 一直到了街道上 然后也是开始碎化 一直到住宅开始碎化 每个人使用的空间 越来越 越来越少 那接下来谈论到机能 其实机能跟空间之间 彼此的观点是非常 非常密切 很难以区分的 像刚刚提到的都市 都市的多元 其实就像是 就形成了一些都市的机能 那就是其实在一些 在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 然后人们 就是有了一些什么全球化 资本主义啊 什么一些 一些影响之下 然后人们开始集中 形成一个大都会的样貌 那大都会里面 其实就是有很多的雍色 那里面包括了 机能上的 呈现了一个雍色 就是 等一下 重头 不是重头 就是 就是 就是形成大都会 那大都会里面 其实跟都市就不太一样 是在于它的机能上 那都市在轮运进去到一个建筑物上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现在有很多就是 像摩天 大家都知道摩天大楼里面 已经融入了多少样的那个 机能 那还有包括像一些 还包括许多的那个商店 全部都可以混合在一些那个 大型的购物商场里 那在轮运进去 我们就发现到就是 物件上的机能越来越多 就是单纯的一个物件 它就可以拥有许多种的功能 它可以拿来当开评器 可能也可以拿来当作笔啊来写这样子 或者是说像Seven最新推出的 小叮当的笔 就是可以拿来写 又可以当电风扇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到的是 文化 那其实文化上就是蛮像 综合前面三个方向的一个探讨 那在文化上的话 其实就是在 主要是在谈说 主要是在谈说一个地区 一个地区里面 因为大家也因为交通啊 然后的便利性 每个人就是 互相流通的机会 越来越多造成族群 其实在同一个地区上的连结 以台湾来说就是反正 在台湾来说就有很多族群的融合啊 像从以前原住民到后来的客家人 或者是说 从大陆移民过来的一些 一直到现在的新住民 或者是说一些外劳 那其实都会造成一个地区上的 都会造成一个地区上的一个发展 像某一些地方反而会为了这些外劳去设立 就是会为了这些外劳他们来的地方有的节庆 比如说在桃园的泼水 就会有一个地区就有办了一个泼水节这样 对啊就是为了这些居民这样 其实造成了一个地区上的多样性 那像整个台湾它就是勇于接受不同的外来影响 然后还有加上我们的地区性 因为我们的地区性 就是很容易接受外来不同的影响 然后变成我们的一个历史 那加上一直不停地延续到了现在 不一样的族群越来越融入 我觉得都形成了一个地区的 都会形成一个地区的民族主义 就是同样生活在台湾的人 终究会达成的一个共识这样 对啊那其实在这样子 在这样子就是全球各个地方的多样文化 然后互相交流之后 就会发展成一个地球 它其实就是一个村落的概念 可是在这个村落上 就是这个村落的概念 其实可能藉由像大家 可能藉由像之前提到的 资讯的流通 然后大家的距离缩短了 可是又可以 以各个地区的国家人口 国家族群的组成 产生不一样的文化 那也可以因为宗教的因素 然后产生一个跨国度的文化 或者是说 因应各种现象的话 造成了一种流行文化 那这种流行文化 也可能弥漫着全球 可能一个地区性发生 就会延漫到全球 那或者是说 像消费文化或雍色 现在提到的雍色文化 就是已经整个弥漫到整个全球 那其实这些都是 我们可以发现到的雍色状况 那其实雍色这种状况 在地... 不是在台... 在台... 会发现到无论各个地区 那这种现象 其实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人在不停发展自己的生活 跟... 人在不停地追求生活的过程当中 就是会造成的一个雍色 那既然无法解决的话 那像库哈斯就有提出 他自己的论点 然后所去寻求他解决的方式 那所以我们也是 就是可以尽量尝试着说 在这些雍色当中寻求一个极致 或许在这个极致... 在这个雍色的极致当中 达到一个绝对的平衡 然后在这个绝对平衡当中 其实达到绝对平衡就非常的困难 因为还... 其实在所有的雍色当中 就是加入第四度的面向时间的话 就会发现到其实... 达到极致的平衡 还要考虑到时间上的问题 对啊... 就是时间上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个 大卖场的... 里面容纳了多少的机能 可是他在十年之后 他仍然可以这样子被使用吗 或者是说这栋建筑物 然后他的材料 在十年之后 他或许不会垮 那他里面的机能 还可以容纳了什么样子 他的空间还可以 被怎么样子的分配 那其实都是 我们可以去... 研究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是在这些过程当中 尽量找一些案例去... 去从这些案例去寻找... 去寻找解决拥塞的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就案例分析 那我们接下来就案例分析 来做... 就是看怎么去归纳拥塞 或是容纳拥塞 那第一个是 在比利时 德布鲁日的海上转运站 然后那在... 在我们了解这个案子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很饶舌 然后又感觉很遥远的 这个海港城市在哪边 那上面那一个是荷兰 然后荷兰... 好像有没有清楚 就上面有阿姆斯特丹 路特丹 然后中间有三个小线条 小裂缝小缺口的地方 下面一点点就是德布鲁日 然后... 然后它在... 然后它这个地理位置是在荷兰 然后下面是法国 在... 隔着这个海的过去那边是英国 那上面是... 呃... 北欧的三个国家 那这个... 这八个圈圈是... 八个港口是... 呃... 荷兰... 比利时跟卢森堡 这荷比鲁... 就是荷比鲁经济... 就是荷比鲁经济联盟的... 呃... 连通海港城市 那它主要负责整个欧盟百分之八十的通货的营运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港的集合体 那... 然后那其中的那个泽布鲁日 再把它放大一点点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它是位在这个缺口 那... 然后再来就是下面 这个就是... 呃... 在1989年库赫斯塔的地 它对于这个海港 就是... 的一个计划 就感觉像是在这边要生出一个章鱼头 然后再来... 那所以... 那我们再看看... 呃... 它的这个模型 所以... 因为是还没有完成的 那我们...呃... 呃... 然后由这个礼拜的书单 建筑的维线里面 呃... 可能大家也对这个案子有一些了解 然后... 呃... 呃... 整个... 呃... 整个量体的下面的三分之一是公共区域 那这全部里面 它... 它使用的一个交通手段 就是用... 螺旋的一个结构 然后... 那下面是... 刚开始是... 呃... 螺旋的结构上去 然后是车道 然后再来是停车场 再来连接是给...呃... 呃... 就是... 就是... 呃... 这整个画面的左下... 那中间那个黑色是用办公室 然后分隔了...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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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子的设计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它的内部 那它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呃... 螺旋状的设计 然后... 呃... 呃... 再利用就是内部的电梯 还有手扶梯等等 就仿佛是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有一个微型的交通的交通网 所以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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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所有的program 所有的活动 还有跟其他海港之间的关系 通通都集合在这个地方 那讲到这个螺旋状的这个 除了上次... 呃... 就上次老师有提到... 呃... 在这个书上有提到那个巴别塔 这个圣经故事里面 在这边有出现 然后还有... 范蒂康博物馆里面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形的螺旋状的步道 然后还有这个... 每个人都想要扶一把的比萨鞋塔 里面也是一个螺旋状的 是一个个人尺度的 然后或者是在200年前的日本 有一个...呃... 呃... 在福岛县 它有一个... 内部是螺旋状的神...神社 然后就是... 它上面... 往上走跟往下走的路线是... 交错分开 然后就是随着往上跟往下 你可以参拍所有的观音 那所以其实这个螺旋状的... 这个设... 在交通上面的一个设计 是在... 从很久以前就有了 那... 然后... 那... 库哈斯是把它做到极致 把它放到建筑范围 甚至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建筑内部的一个微型交通网 好... 然后那...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在美国芝加哥的南部的一个... 呃... 就是工学院大学里面的学生活动中心 然后也是... 因为库哈斯才知道原来我们每天开的AutoCAD 就是这一个图案 然后... 这个学校就是... 呃... 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在... 呃... 70年前是由... 呃... 就是建筑大师密斯他所... 他所设计规划的 然后... 呃... 然后... 呃... 那... 在1998年库哈斯... 就是接下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碰到了两项难题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他碰到的困难 然后... 就是... 困难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学校的... 当时的状况 那... 因为... 校园的规划是... 校园的规划是... 当初那个密斯在那个年代所规划 那它的规划就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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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 还有任何的活动设施通通分散开来 然后... 中间又有很多绿带 那... 所以...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分散性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似乎也... 就呼应了我们之前对于都市的了解 都市差异了解 因为这样子的规划 所以... 就慢慢的... 就... 变成了人口 就慢慢减少 然后... 呃... 呃... 在... 住宅跟学术洞之间就是很远 然后... 所以... 那边也没有人... 也没有人机... 没有人的流动 然后... 也没有公共空间存在 然后... 所以慢慢的那个学生就减少 我们可以看到从1941年 那时候的学... 呃... 校园五... 五十七公母 然后... 欸... 就...欸... 就是那个六千个学生 然后就密度... 是还是... 呃... 密度看起来算是蛮密集 到1998年... 呃... 校园面积又更扩大了 然后... 学生却减少了 所以是一个... 人口稀疏的一个地区 然后... 所以... 他碰到困难就是... 呃... 呃... 那时候所有建筑... 整个校区的建筑体的分散 然后... 还有造成... 在这整个城市里面 它是一个很空洞的一个空间 然后... 第二个是... 那个... 这是库和斯在他自己的论述里面 引用的一个字 就是mistake 那... 因为他也是... 在那个密斯的... 在密斯的阴影下 那... 其实他有一些自己的... 对于这个环境 还有对于密斯 他之前做过的这些设计的一些想法 那... 第一个他是觉得... 呃... 他自己有看过统计 然后他觉得有一个五秒效应 就是不管任何一个人 或者是任何的爸妈有小孩 不管他有没有念芝加哥这个学校 那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可能不太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然后... 可是大概到达了五秒的时候 然后就会马上看出... 哦... 原来这个就是那个... 著名的密斯的那个学院 那他会觉得说... 呃... 因为密斯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很... 强烈的印象 让大家对于这个地方 就... 永远就是看到了... 哦... 就是密斯 然后没有办... 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去了解 然后第二个是... 密斯的粉丝对他的影响 因为密斯的粉丝对于他在这边要进行他的... 在那个时候是很创新的一个举动 那他... 密斯的粉丝就扮演了警察的角色 就是... 呃... 就是会用各种方式去干涉他在这边的规划 比如说要是... 你必须要盖在这个密斯他原本的校园规划里面等等 位置要朝哪里等等的这样子 然后第三个 那就是他对于密斯他的见解 因为他觉得密斯他的... 虽然那个... 玻璃盒的那个造型 他觉得他是一个浪漫的烟雾蛋 因为让大家忘记了说 这样子的一个玻璃盒的不合时宜 还有缺乏未来性 因为没有考... 在当时可能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事情 但是... 呃... 但是在面对未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能够再包容未来 我们面对到所有这样子的混合的现象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 上面那个是1958年 密斯那个时候 然后下面是2005年 呃... 有加了那个... 那个高铁 就是快速铁路的一个状况 那这两张照片其实没有处理得很好 因为那个南北向有一点颠倒 然后... 那我们再看到下... 哦... 那我们先再回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 就... 让我再... 说一下就是... 那个库和斯在这个地方 他做的事情 嗯... 哦... 然后引用那个... 库和斯在建筑的危险里面 他有... 呃... 在1991年有一段论述 他是说... 拉一条地铁线 把市政串联成为巨大的蓄电池 然后是... 可以为现代的事件 现代的现象 呃... 提供电力 那... 就是因为藉由这一个交通线 然后可以让都市更新 呃... 更火化 然后呢... 所以呢... 他就... 呃... 直接利用了这一个交通系统 然后... 他是想要表达 这个城市跟校园之间的关系 那他用的方式就是用... 呃... 这个... 利用这个交通系统的串联性 把所有的... 不仅是把所有的校园里面的program 串联起来 然后也跟城市的一些活动串联起来 然后... 同样的在外观上 他也做了一个... 呃... 就是串联一致性 然后... 那... 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 铁管的部分 除了是跟... 学生活动中心是有呼应之外 同时它还有... 呃... 减少噪音的功效 然后再来... 第二个是... 利用这个交通系统的聚集性 那... 它聚集了大量的人潮 那... 所以就... 呃... 呃... 就是... 就让... 整个大城市变成... 城市变成一个大校园 校园也变成了一个小城市 然后也增加了... 人跟人的社交场所... 呃... 呃... 它也呼应了大家的心声 所以就在那个... 外墙上面... 是用各个... 跟学校有关系的logo组成密斯的脸 不管是内墙或外墙 都会有出现... 大家对最崇拜的密斯 然后... 这个是它的平面图 然后... 也是就... 看起来很库赫斯的平面图 那... 红色的... 红色的中间的这一部分 是那一条... 呃... 高速铁路经过的很... 线条... 然后... 那个红色... 呃... 就红色... 除了那个红色之外的... 其他的红色是屋顶... 然后... 蓝色的部分是... 天花板... 然后... 还有... 白色的部分是... 那个... 地板层... ground floor... 然后... 那个黄色的部分是... 地下室... 那... 它是在垂直... 垂直面上... 就是利用... 把所有的交通的动线压缩... 那... 它不仅... 它... 这些所有的动线都是保留原来的通行动线... 所以就连结了捷运... 呃... 连结了高... 高速铁路... 然后到校园也连结了... 从下面这一张图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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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 呃... 呢... 那... 所以... 就是这两个交通的... 跟交通有关系的案例呢... 就是... 藉由... 一个是... 就是库合利用... 螺旋状的这样子的一个... 建筑手法... 建築裡面成為一個微型的交通系統 然後另外第二個芝加哥的學校 是直接把建築系統介入了建築裡面 那他就是利用建築系統的串聯性 然後包容性 還有順應擁塞 然後同時也歸納擁塞 然後對建築重新定義 那他也就是在建築跟都市之間 就是找到了另外一種符合現代的一種建築方式 那交通的部分是到這邊 這是位於美國華盛頓西雅圖 第四大到一千號的西雅圖圖書館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右邊那張圖 它是空照圖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就是典型的美國城市 那在每一個街坡裡頭都是非常擁擠的一個狀態 那在那個五十蘭太郎那本書中我們有看到說就是一個格子狀的街坡 然後就會蓋滿又大又滿的建築 但是彼此卻是不相的干預 所以我自己認為它左邊跟右邊前後他們其實每一個都有很多的多樣性這樣子 然後呢 那表現在外的這些都市的永色 我們看得到的永色 那它要如何在內部的機能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呢 那我有時候在想說那是不是它這個永色可以看成是它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 就是它把所有的東西放到這個內部空間裡頭來 然後造成各式各樣多樣性的連結 反而雖然我們看起來它的機能是永色 可是但是實際上它卻是連結就是解決了很多的問題 那西亞圖圖書館它就是是一個在空間設計的硬體上跟圖書資訊管理的軟體上都非常有創建的一個建築 一個挑戰傳統的圖書館 它就是即使在這個網路普及的時代啊 電子書很普遍 但其實是實上人還是需要閱讀紙本的書籍 但是所以因此而需要的還是需要圖書館 但是未來的圖書館呢 它不應該是只有消極的就是藏書這一項功能 它必須要更積極的展示 成為展示一種新的資訊交流的一種視窗 所以他們設計團隊就認為說圖書館不是藏書的一種設施 一種建築是藏滿資訊的一個大倉庫 那既然知道了 不好意思 既然知道了這樣的一個問題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解決 就是來談談說 他們在這個舊有的圖書館裡頭發現了什麼樣的問題 那一般的圖書館呢 建造之後呢 會隨著時代的一直進步 然後書籍量的快速增加 造成藏書空間的不足 那藏書空間的不足 原本設定的這些公共範圍不足之後 它就會去吃掉剩下來它所有的公共的空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的左邊那個部分 我們假設它分上下兩個區域 上面那是公共空間 那下面是藏書的那個書架的空間 當舊有的圖書設備不足的時候 書架不足的時候 書籍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唯一第一種方法就是增加很多很多的書架 把書放上去 於是就吃掉了它的公共空間 但是那個是不是有一種方式是可以在知識普及之後 電子化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書放在網路上 然後不要去影響到它那個空間上的使用 而反而可以利用不一樣的方式 然後可以保留原本的公共空間跟書籍的空間 然後讓這個原本的公共空間可以發展更多的可能性 那還有他們找到的這種 一化的方法之後呢 還有一種就是他們在六到九層樓 就是用斜坡的緩坡的方式來排放很多很多的書籍 讓它整個就是成為一個螺旋的書庫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他們對於圖書館館員的重新定義這件事情 因為一般我們在圖書館 我們在浩然的時候都會覺得圖書館員 真是一個輕鬆又愜意的工作 只要坐在那裡借環書key in就可以了 但是在這個地方呢 在西雅圖圖書館他們重新革新了這個看法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建構了一套電子化的借環書系統 那剩下的這些專員要怎麼辦呢 他就希望他可以在某一層中 在第五層中然後就是在那裡激動待命 然後當你市民或是人有需要到圖書館去閱讀你的資料 然後你遇到問題的時候可以隨時找到人幫助你 那當就可以讓這些圖書館員發揮他們的專才 那我覺得這是一種提升圖書館就是地位的一種方式 讓它已經不再只是長書單一的功能 而是擴大到讓人可以透過與人交通社群 就是學習更好的就是知識交流的一種方式 好再來我就是稍微的簡介一下這個西雅圖圖書館 它規劃的內部空間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左邊跟右邊兩個區塊 其實它是剖開來看 但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左邊的parking 它是第一個層 第一層 右邊的kids它是第二層 然後在左邊的staff這裡呢 它是第三層 然後它是不對外開放的 那右邊就是他們俗稱為客廳的living room 然後它外面是對著第五大道 然後可以讓人進來 再來是上面的meeting 然後右邊最有趣就是我剛剛說mixing chamber 就是那個可以求助管理員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它提供了一個可以互相交換知識的一個平台 讓你的知識不只是從你的書籍當中得來 你更可以在與人溝通的過程中得到更多這樣 那一直上去就是還有它的六到九層是它的那個長數空間 然後reading room就是它第十層 在上面是他們的總部 那再來是 這個就是他們 後來設計 本來設計的初衷不是要創造任何一種特定的形式 而是他們去賦予它 就是去把機能拆開來 覺得什麼是重要什麼是重要 然後互相排出來之後呢 然後就互相讓塊體之間排列組合 然後找出一個最好的方式 並用樓梯串聯起來 然後呢它長出來的外觀就會變成是 建築物本來該長怎麼樣 它就應該是怎麼樣的造型 對 好 所以我在這一個案例裡頭 其實我去看到的我去思考到的就是 這個公共建築物它到底提供了人們什麼東西呢 它除了就是我們一般可以知道 這個圖書館它非常好的提供展覽的會場 或者是提供演場市民休憩啊 或者是觀光聖地以外 它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做是 社會永續性的一種價值 那我覺得它就是類似像一種活動中心 它蓋在那邊 然後讓附近的居民甚至是觀光客都可以 自由地使用這邊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它已經提 就是我看到說 其實純圖書已經不是一個唯一的重點 而重點知識的來源是 其實是可以從另外一種社群的交通裡頭說 就是可以得到的 這是我對它的理解 好 那第二個呢就是 在葡萄牙波爾圖的一個音樂廳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右邊那一張圖裡頭 它這個都市呢它是非常古老的一個城市 一個老城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它是一個非常勇色的城市 那附近呢 在框起來的附近其實是有 18世紀 19世紀 20世紀 甚至到21世紀都 逐漸有的 有不同的建築物 都是集中在這個地方 那我就在想說 如何在這個新舊交替的這樣一個都市空間中 能夠維持住傳統跟現代它們之間的和諧呢 我覺得我自己認為是它這個建築物提供了很多很多的開口 一樣就是讓整個建築物變成一個公共的空間 可以讓附近的居民也進來提供一個和諧的發展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內部的平面跟剖面 那一樣它的就是路口有很多個階梯可以下到那個 路口大廳跟購票處 那它裡面的動線其實也是錯綜複雜 每一層一層一層的疊起來 然後錯落 然後利用這個不是圍繞在旁邊 不是圍繞在建築物周遭的動線 而是放在其中的動線 將它們一個一個互相的串聯起來 讓每一個錯落的樓層都還有類似像一種流動性的感覺 那有一種流動的空間狀態 然後而且我覺得因為它很多的開口 所以它可以接納很多大量從外地來的人 然後這種複雜的流動空間 我覺得它是可以從室內流向室外 也可以從室內流向室 室內流向室外 室外流向室內 對就是這種雙向的表現 然後再來就是 所以我覺得我對這個建築 就是對這個案例裡頭 我最想探討其實跟剛剛西雅圖圖書館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建築物跟它附近周遭的環境 到底有什麼樣的關聯呢 那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就是近年來的就是建築物的音樂廳 它通常都會形成一個就是很封閉的狀態 然後就是 可是呢我們通常在這樣子的一個文化機構裡頭 我們只看得到它的外表嘛 因為我們沒有進去裡頭使用 只有少數使用的人可以知道它裡頭到底在做什麼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音樂廳它卻透過了這樣子的開口 像這樣子的裡面串聯的方式 讓教導民眾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提供這個城市一種新的面向 然後就是讓這個音樂廳成為這個城市中空間流動的一種媒介 那這個圖是我非常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一種表達他們在欣賞城市的景觀的一種狀態 本來大家可能在外面不覺得看出去這個方向很好看 但是你一旦進入到這個建築物當中 你在當中往外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也許有另外一種的美景 我覺得這個就是可以重新再發現 這也是它提供的一種新的功能 那像這張照片呢我就覺得 它就跟整個當地的環境其實是非常互相的融合 那所以我就綜合這兩個案例我就看到說 就是如何讓一個建築物跟公共之間取得產生關係呢 因為圖書館它已經不是唯一的一個藏書 不是唯一的重點 然後知識的來源不是只有書籍的流透 那你去更多的時候是在整個社群的狀態下激盪出來的 那純音樂的欣賞當然也不是說你穿得很漂亮或者是至高無上的一種上流社會的饗宴 而更多的時候呢它其實存在在市井小民的生活當中 那你可以藉由像這樣子的一般性奇工 居民在圖書館或者是在音樂廳裡頭學到書本裡頭知識 或者是甚至是那種傳統建築物或單一功能所無法提供的多樣性 好 謝謝 那大家剛剛聽了很多也可能對於雍色有稍微做了解 那其實反觀到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看到的台北市或者是說大台北地區 那這裡面究竟還有一些什麼樣的雍色現象 那KUHAS是怎麼解決這些雍色的現象 那接下來會為各位介紹兩個案子 第一個兩個都是還沒有蓋出來的 但是也在差不多的時間 然後都是一個國際的淨圖 那有兩個不同的建築團隊做處理 那第一個是台北藝術中心 就是KUHAS在士林夜市附近所做的一個表演藝術的中心 那它裡面所處理的雍色現象 我們可以在接下來幾張投影片中可以看到 那這是在 喔對 各位不好意思 因為這時間有限 然後資料難找 所以我大部分的資料來源就是從他們的官網上找下來的圖片 那從這張圖片上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基地位置 如果有大家不太熟的話 我會大概介紹一下 這邊是我們常見的很多很熱鬧可以逛街的地方 這些是可以逛街的巷島 然後這邊是這條灰色的大概是捷運 然後劍壇站 附近是百林高中國高中這個學校 其實在這個基地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雍色現象 不管是在交通 是在文化 或是在空間 在這樣一個基地上面它必須處理的雍色現象 其實是非常的複雜的 在這樣的雍色現象之中 要如何放入一個所謂的表演藝術中心 其實是有一定的挑戰性 那庫哈斯他的處理方法 他所試著就是做了整合 並且因為淨圖的條件就是要做出三個表演的空間 他試著將這三個表演的空間 就全部把它集中在一起 然後並且他用了一些機械的手法 達到這個可變的舞台 然後讓創造這些可能性 然後並且把這個 他並沒有在這個基地上做到滿 他保留了一些空地 那其實讓這些長明文化 或者長明的夜市文化 或者說我們所謂的 進來觀看表演藝術的人 他是一個比較上流的 或者是說高文化水平的人們 能夠彼此有一些呼應或是交流 或是創造一些這個所謂的衝突跟雍色的現象 並且試著在這裡面做解決 那這是他的概念 就是三個大的量體 然後裡面包含了三個聽音 然後就這樣子很粗魯的 或者是說很野蠻的 就直接把它撞在一起 塞在一起 那就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形 那至於這個形的美感 向來也不就是 OMA也不是特別在處理這個 所謂的美感的問題 那這個是他另外一個角度 那現在只有模型 因為它還沒有實際的建設出來 那所謂的他所創造出來的一個可變的機構 他們歸納出了這非常多種 十四種 十九種的使用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綠色的部分 是舞台 然後藍色的部分是 這叫做 觀眾席 觀眾席 然後在這裡面就是 它透過一些機械的 牆壁 牆的轉換 那它可以達到各種不同的使用 在你需要大的空間的時候 它會是什麼樣子 那它保留了這些 各式各樣的表演 它所需要的空間的尺度的不同 然後所創造出來的 很多樣的可能性 那就是它處理這些 所謂擁塞的問題的一個解決方式 那接下來是它 它Rain的幾張 那這些 不同的 不同的表演空間 以及觀眾席的 假想的狀態 在爐彈裡面 或者是 像剛才看到幾個圖 是它最後拉出一個狹長的表演空間 那也許會變成一個 服裝的 Runway 這種伸展台 的這個東西 那接下來 這個案子 並不是一個 並不是Kuhas它所處理的 但是 我認為它這個在處理 都市的擁塞問題上面 它也做了一些著墨這樣子 順道一提 就是 老師上一堂課提到 賴生川老師 對於這個 表演藝術中心 是一個 好的 我的評審才有辦法創造出好的建築 那 我們現場 剛好有一位 這個北部流行樂中心的 淨圖的評審 那等一下再為各位介紹是哪位 那 這個淨圖的結果 是一個 是一對美國的 應該是夫妻黨吧 或是情侶黨 那他們是一對教授 然後 他們在這個 南港這塊 狹長的基地上 欸 不好意思 我忘了跟各位介紹 這基地位於南港 那它是一塊非常狹長的基地 那在這個基地上面也是一樣 很恰巧 就是他們也要求的是 至少要有三個表演的空間 然後要有一些名人堂啦 或者是他們有很多的機能要求表現在這個建築裡面 那 RUR在處理這個 在處理這個建築的案子的時候 他們處理的方式跟 庫哈斯有許多類似的地方 或者是有許多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在三個表演的空間裡面 它跟庫哈斯完全不同 它試圖把這三個大的量體 直接給拆開來 給分散 那它跟庫哈斯相類似的地方 是它同樣保留了這樣子的可變性 或者是說這樣的可能性 活動以及彈性 這樣子的狀態 那在這個狹長的基地裡面 其實也可以看到說 這個附近的交通狀況 或者說都市的庸設 也可以在這基地裡面可以看到 那其實這個基地附近也是有住宅 也是有商業區 它其實然後交通也是非常的活絡 然後加上附近的捷運或者是說高鐵 接下來的一些交通網絡的建設 都會集中在南港的這地區發生 那它必須面對處理的 也是同樣的是交通的擁設現象 或者是說人或者是文化上面的擁設現象 那在這個擁設現象裡面 其實在這個建築裡面 它必須被放置非常多的機能 那這是我們剛才所提到的機能的擁設 那在同樣的這個建築裡面 又要有餐廳 又要有表演廳 又要有練團式 就是各式各樣的東西 必須被整合在這個建築裡面 那他們選擇的方式是把 先創造一個新的一個平面 然後把這些東西給 把一些比較小的物件給放進去 然後創造一個比較大的平台 那在這個平台上 它也是一樣跟Kuhas類似的處理方式 它是希望能夠把都市的人們 可以很輕鬆的引進到這個建築裡面來 讓他們不只是表演者或者是聽眾這樣子的關係而已 它其實還多增加了許多旁觀 或者說旁聽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那同樣發生在這樣的一個建築物裡面 那其實我們剛剛提到的擁設現象 其實擁設我們剛剛提到的一個像度的觀念 就是其實擁設在像度上 並不容易說我們平常所看到的 在這個空間之中的擁設 其實在這個時間之中 它的擁設程度也是非常的劇烈的 例如說在RUR觀察的範圍裡面 其實在不同的時間點 在左邊的這個部分可以看到 在一整年的時間裡面 其實它的活動是排得非常的滿的 那在這個圈裡面也是一樣 一整年的活動是非常的密集 有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不同的表演 或者是說有這些場地或是機能的需求 那通通必須要被整合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裡面 這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那就是說它如何保留這個彈性 建築的彈性 或者說建築的可能性 它利用可以移動的機構 或者說利用整個建築的移動 它所創造出來的是這些空間的拉伸 或者說這個圖有點難解釋 這張好 就是說它利用這種可變的建築 然後來創造出這些所需要不同尺度的表演空間 那所以它處理的方式跟QAS在這個地方是有點類似 但是卻不太一樣 表現的手法是不太一樣的 那最後是 它另外又多創造了一個環境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這個平台的部分 那在這個平台上 人們在沒有表演的時候 或者是有表演的時候 他們都是可以很輕鬆的進入到建築裡面 或者是說進入到這一個空間裡面 那形成讓這些文化上的融色 得到一些交流或者是交換的狀態 那就是它的模型 其中的一個表演廳 然後這是整體基地的狀況 那大家千萬不要緊張 有人看到N就可以下課了 接下來我希望為大家做個簡單的總結 就是到底我們所謂的融色現象是什麼樣的東西 或者是到底是什麼樣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在這個融色的狀況 在全球化或者是資本主義 或者是說我們所謂的下一波的工業革命 就是我們的網際網路的資訊 的快速發達的交互影響之下 那其實人們會很自然的趨向於都市 或者是說我們所謂的都會之中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是非常的我們容易觀察到的 就是這些資源其實是很容易被集中在都市 透過人 那其實這是一個交互的影響 那其實這些人所帶來的 同樣將空間變得更擁捨 這是我們從最簡單的從密度上 在單一的空間之中 人變多了自然就融色了 那交通也是一樣 可以很容易的觀察到交通的融色現象 再來是文化 不同的人聚集到我們就以台北當例子 聚集了非常多不同背景的人 我們姑且不要說宗教 或者是說他們是不同的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血緣關係不同的職業 全部匯集在所謂的大台北地區 那那就形成了這樣的融色現象 那這樣的融色現象 其實就像剛才我們所提到 究竟台北市或者說台北這個範圍在哪裡 所以台北這個邊界在人們不斷移進之後 它會呈現一個極度融色的狀態 那再加上老師所說的 這個都市它自然會容納這樣的融色 那它會形成的另外一個狀態就是 它的邊緣會不斷的擴張 那擴張之後 那這個建築的邊 都市的邊緣就已經整個被模糊掉了 那究竟我們所謂的台北是指什麼地方呢 從以前的從台北市 我們可以把它叫台北 到現在台北縣叫台北 那或者是所謂的大台北地區 也許已經到北北基 或者是那北桃園又算不算是台北 那這個建築的 都市的邊緣已經被模糊了 那它會形成一個所謂大都會的樣貌 那這個大都會當然是我自己訂的名字 那都市對我認為 在我的想法之中 其實都市跟大都會其實是不一樣的 都市基本上單純的就把資訊作為資源 作為資源集中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但是大都會它是不一樣的狀態 大都會它必須滿足各種不同的人 各種不同的事物必須在這裡發生 並且得到他們需求上的一種滿足的狀態 那這是大都會它所必須具備的一種能力 OK 然後 因為其實都會 其實這個雍色的這個 這個詞其實非常的巨大 我們也非常難以用一些有效的方法 所以我們盡可能利用所謂的密度尺度 或者是我們剛剛所說的像度 這三個我把它稱為濾鏡 去看看到底所謂的這些 所謂的雍色 在文化上的雍色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時間也非常有限 所以我們也許今天的報告就到此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樣的疑問 就歡迎提出來 畢竟這是一個seminar 不是presentation 其實我想這個到底如何處理這樣子的問題 或者是說這個音樂廳放在這樣子的一個 藍領階級的地區 到底它的用意是什麼 或者是說它所帶來的效益是什麼 又或者是說它在士林夜市裡面放一個音樂廳 它能夠做到什麼 它能夠為都市創造一些什麼新的生機 或者是可能性 那其實我們從這張圖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我非常喜歡這張圖 就是這小朋友我們簡單來看 他應該不是屬於有錢人的小孩 那在這個環境之中 一個這麼一個巨大的音樂廳在這裡 那小朋友有機會進去嗎 我相信他應該在他成年之前應該都沒有機會進去 但是這個建築對他造成的影響 這些這麼多的開口 他在附近在玩 我們再看到前面幾張在基地上面 其實他並沒有把這個 並沒有把這個基地的範圍 好像用一個很高的牆全部把它封鎖起來 小朋友在平常 有表演的時候 或者是沒有表演的時候 他的遊樂活動範圍 也許就已經延伸到音樂廳 那或者是說他可以藉由這個開口 就進去看看到底所謂的音樂廳是什麼了 那無形之中 不也就是達到了這樣子所謂的階級的轉換 或是階級的流動的可能性 那小朋友自然他就有可能 將來有朝一日 他能夠走進音樂廳或者是欣賞 讓這個音樂的水準 確實是很高沒有錯 但是可以讓沒有到達這樣水準的人 或者是還沒有到達這樣水準的人 能夠有機會進入到這樣的空間裡面去 造成一些社會階級的改變 或者是文化上的傳遞 就是我想我在理解這個案子上 或者是其他兩個案子上 他有可能造成的 那旁聽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在未來的表演空間 其實旁聽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有很多建築師 或者是我們未來也是必須要考慮進去的 其實這個葡萄牙聽的話 他的主廳的上半部 就是說我們平常看到的牆面上半部 其實他是透明的 然後所有的行人可以在上面經過 所以他的狀態其實是 在樓下聽音樂會的人 他不會注意到上面的事件 但是在上面經過的人 他會注意到內部音樂廳裡面在發生的事件 那對我自己的認知而言的話 庫拉斯其實是 他在時間軸上面 讓所有的事件堆疊起來 譬如說像以前的人會講說 建築是寧洞的音樂 那對庫拉斯而言 他其實是 建築是一個 古畫的電影 他把各個場景 不斷地堆疊在一起 然後用不同的時間軸去結合在一起 他在密度高的地方 他可能用一整卷的電影影片 來呈現這個建築 他在密度低的地方 他可能用幾個靜態的影像來呈現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看他的建築有趣的是 那些事件的分割跟堆疊的手法 就是以前了解庫拉斯裡面 就是他有一個時期 他是有當過編劇的 所以他在蒙太奇的這個手法裡面 事實上他有曾經一度的非常迷戀 那個在創造那個影像的時候 他怎麼把一個畫面 再剪接到另外一個畫面的時候 他把這樣子一個 在原本只是在一個2D上面 平面呈現的效果 但是他運用 他後來變成是在建築師的時候 他用這樣子的手法 把它轉換在空間上面的時候 他就是像剛剛學長講 他就是把那樣子一個 在電影裡面的世界 他把它變成是一個三度的空間 堆疊在一起 所以他常常會運用很多那個 重複堆疊 然後跟併制 然後再來就是 一種對比的效果 呈現那樣子的一個衝突性 但是我後來也發現 就是這跟他的成長背景 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他是個記者的關係 所以他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受到那樣子的衝擊 跟很多個在一開始那些政治上面的對立 然後跟英美啊什麼戰爭那些上面的時候 他事實上在那上面的體悟呢 他都因為用這種現象的關係 事實上都把它轉換在一個空間上面 呈現出來 所以總是看他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一種很壯烈的感覺 就是那個壯烈的感覺是那種大到 那種你覺得說哇就是 你會先被震懾 就是在某個程度上面 他是在塑造一種很嚇人的氛圍 那那種氛圍是可以讓一個人 可以透過看一個空間 像你去看到一個場景 一個電影的那種感覺 他用無聲的那些畫面 但是他傳達出來的那一些現象 跟那些片段 結合在一起變成是一個 他想要陳述的一個背後的事件 對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蘇丹裡面有提到 就是庫哈斯有一個事情 就是他提出就是說 在大都會裡面的那個現象 是內跟外是一個很 就內是一個系統 外是一個系統 因為大都會密度高到一個地步 他可能尺度已經大到沒有辦法被掌握了 然後我覺得 就是看庫哈斯的每個東西 他其實有點像是 他已經在這個大都市裡面 然後他又堆疊了那些那個program進來 然後但是他又在裡面 創造了一個很像 維生 我自己覺得就有點像是 因為裡面的人在活動 就感覺有點像是在裡面 運作一樣一個大的 所以我覺得他在裡面 也創造了一個新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覺得 就是他們透過這樣去研究一個城市 雖然說我覺得他的東西 每次看都覺得很像一種大怪物的感覺 就是在一個對一個都市來講 你看旁邊是那麼小尺度的房子 但是他就出現一個這麼巨大的量體 或者是像北京CCTV那樣的事情 可是他 但是這是他的一種 我們就是不去評論說他是好或不好 但是因為他尺度的那個需要 所以他就是創造了一個另外一個系統 所以我覺得這是舊的感想 就是其實因為大尺度而延伸出來 他其實又創造了一個新的 很像是一個新的系統在他的空間裡面 我覺得 庫哈是很有趣的就是 就是我覺得 以我個人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他其實在製造擁捨一個人 因為以你今天 今天這個presentation在講的一個 應該說你們少一個subtitle 是在討論都市範疇的話 我認為都市範疇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叫事件 那當然隨著事件的產生 會造成譬如說像單點的擁捨 讓我想到最近很多案子 譬如說像那個市府轉型站 那個地方只要產生一個事件 然後大家反而去聚集到這個單點裡面 就像這個案子也一樣 明明有這麼大的基地要做 可是他還是選擇做一個container 把所有的人都擠到這個點裡面 讓我會對庫哈的理解 會有點這種感覺 就是有點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我剛剛其實在想 因為那個對比很強烈 這個基地明明有這樣的一個範圍 相較於南港的那個基地 南港它很分散的一個做法 南港要看到庫哈斯 所以說在士林夜市的那個基地 非常適合他 他就是喜歡那個泳舍 他甚至不見得說解決這個問題 他是希望有這樣的一個狀態 是他的一個機會 那反而如果沒有這個機會的時候 即使這個案子被他蓋出來 他反而就變得好像 這個大師在這個時候 那個張力就沒有出來 好像有這種感覺 其實我剛剛在講的時候我在想 其實在我的理解裡面 其實庫哈斯在面對這些 他所觀察到的曼哈頓的擁設現象 那他其實在我看來 或者是大家有些人看來 他真的確實 他並沒有想要解決這樣的擁設問題 他也許是在這個擁設之中 找到一些機會或者是可能性 那就算沒有擁設 他還自己搞一個擁設出來 做做看嘛 對不對 所以就像圖書館 大家就是很單純的就藏書 但是他一定要 他要去思考 就是圖書館未來的可能性 到底有些什麼 他要放入一些新的program進去 那自然就形成了一種 另外一種的擁設狀態 那在這個也是一樣 音樂廳不就音樂廳嗎 坐滿不是滿足業主的需求嗎 但是他選擇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表達出他所觀察到的擁設現象 那就是我對於KUHAS的一些了解 沒有 因為剛好其實可能大家 我之前在看那個SML Excel的時候 其實裡面有一篇漫畫很好玩 他在講KUHAS跟雇主之間的關係 然後他最後在講 其實是KUHAS win the competition finally and everybody is celebrating 每一個人都在慶祝他們的勝利 所以他那個內在的那種 對於跳出平反的那種欲望 其實是非常強烈的 尤其是在他在講比利時轉運戰的那個時候 在590幾頁吧 他有講到說他在 如何在一個landscape上面 讓這個物件被重新的被看見 其實他在每個地方都會想辦法用不同的手法 比如用像剛剛堆疊的方式 或者是用重置複製的方式 他其實是讓城市的事件紋理 擠壓然後濃縮成一個符號 放置在這個平坦的城市上面 讓這個符號再次被看見 我其實回應剛剛大家的一些想法跟comment 我其實都很同意 而且我覺得這一場的planetation做得還蠻好的 雖然都只是case study 可是我覺得你們那個 每一個人負責的那個層級還蠻清楚的 一個是在談交通 一個你是在談那個 新的那個programming的 經營的狀態 然後剛剛同學在談到的 其實是跟那個 讓建築 many public 然後第一個導論 我覺得整個狀態其實是濃縮得很好 這第一件事情是對這個presentation 我覺得很感謝 那回應到剛剛大家都在討論那個 酷哈斯的這件事情 我自己想一下我的感想 順便講一下我在流行音樂中心 在做評審的時候的一個狀態 你們講的那個東西我個人很同意 就是酷哈斯其實是要創造一個 一個被看到的那件事情 他其實要把那個好像沒有被看到 可是存在的現象給被看到 把那個invisible event 剛剛又全談到那個event的事件 或是剛剛昆漢講的那件事情 讓他被看到 那我也非常同意 剛剛 英姿在談到的那個montage 就是在做電影的那個關係 他其實對那個舞台的景象 不管是人站在裡面看到外面 或者外面的人看到剛剛那個比利時的 那個框框 那個景象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著迷 那這也不一定是對的 就是如果說今天我們要真的談詠色的話 我覺得如果下一步怎麼辦 其實我倒反覺得說 他在theelta library裡面 談到一件事情還蠻重要的 是他提到的就是說 這個詠色的狀態 還有剛剛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在講的時候 談到那個information age 其實是在無形的詠色裡面 讓實質空間反詠色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coolhouse裡面 又讓那個實質的東西更詠色 那個其實跟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時代裡面 是有一點點反向而操作的 也就是說他做的這個反向操作 讓我們覺得有新奇一點 可是實際上應該在另外一端 有真實的那種 因為digital era 所以那個詠色可以疏解掉 那為什麼他要把這些 當他面對這個information era Digital era在反詠色的時候 為什麼coolhouse又把它集結出來 其實在theelta library 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就是他認為實質的空間 會從機能變成剛剛提到的communication 而且這個communication 他甚至於把這個communication 推到一個叫做social ceremony的形式 就是他認為未來大家都在digital era 在各自的單點做網絡的交通 無形的交通的時候 以後剩下的空間其實都是叫做 儀式性的社交空間 所以當你今天到seattle library裡面的那個空間 其實so what 因為都市都有啊 幹嘛要到裡面去 到裡面去 他又創造了一個被擠在那個 all in one的communication 那個其實是一個儀式 那個是所有的人到裡面去 坐在那邊看了一本書 旁邊有一堆人在一起的那種狀態 是具有某種驕傲感跟某種儀式性的 就像我們那個我以前的國中 為什麼讀書不在家裡面 一定要到library裡面看著前面的妹妹 然後在那邊看書 就是他具有某一種communication 跟social的狀態 讓那個狀態集結在某些裡面 要不然其實應該更鬆散 應該就像剛剛幾位同學講的 其實在metropolitan的event裡面 應該更easy到散落在 我們剛剛講台北學 剛剛在前面也講的 台北學都已經散落在各個街道裡面 幹嘛還要在集結 所以這裡面有兩個反正系統 甚至於我覺得這個反正系統 如果你不跟著kwas走 你應該反向去看 如何讓那個鬆解的狀態 反擁設 讓它更skeleture一點 就是更散滯一點 這是我對於剛剛我們那個討論 我自己的一些感想 這個我跟大家也可以一起想 另外一個回應到 剛剛雨嫻提到的那個 還有包括這個葡萄牙的這個音樂廳 還有包括台北的藝術中心 其實那個都是正式的音樂 所以這兩個的正式的音樂中心 其實如果上學期有聽我們在談 建築典藝的時候 其實葡萄牙這個張記也有談 其實它提供了一個剛剛講的roof 還有它提供那個auditorium旁邊有一個大玻璃 這個大玻璃是讓小孩子參加 因為很多音樂廳是禁止年齡小的人參加 因為它會吵到 它會不自覺的在某種行為 會吵到所有的正式的音樂 所以庫哈是在上端的一個 corridor上面 create一個專門給小孩聽音樂的地方 只不過在那邊聽音樂跟在裡面聽音樂最大的不一樣 是它只能經由麥克風 也就是說它好像在看電影一樣 它看到下面的場景 它聽到的那個speaker在演奏音樂 跟下面的臨場感不一樣 可是它create一個叫做public的place 這publicplace是給另外一些族群的 那這個架構又回到它在做TPMC的那個music center 它其實也做了同樣一件事情 是所有人從夜市走上來的時候 都有一個自己的另外一個通道 這個通道呢 除了看到steater以外 它還看到後台 所以那個是一個叫做public passage 那這件事情在庫哈是在做它的兩個案子也都做到 那這兩個案子其實回應到 我上次評審那個流行音樂中心 其實前兩名大家都很掙扎 那其實第二名其實是一個叫studio game studio game的狀態是非常的酷哈是 它把所有東西都擠在一個大盒子裡面 甚至於它做了一個要穿越中校東路 南港的一個通道 那通道不用買票 穿過一個大街 那條大街就是在看那個 看下面的表演 所以那件事情你音樂也可以看得到 它其實還是在回應酷哈是問題 它會輸也輸在它台酷哈是 就覺得已經有個酷哈是 幹嘛還要再找個小酷哈是 所以後來才 要不然我特別喜歡那個案子 可是後來就找了R.U.R.第一名 那R.U.R.的狀態 其實跟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R.U.R.的狀態比較loose 就是它所呈現的狀態 當然跟它是屬於現場演唱會 跟這種戶外演唱 跟比較更自由性一點 不是那種正式的場合 有點關係 所以R.U.R.把它的舞台 變成放在都市裡面 希望那個都市的東西 不是all-in-one的compact 是把都市的那個大長軸 變成一個很loose的 很鬆的那個狀態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R.U.R.它創造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如果庫哈創造的都是 或者是study game都在創造一個內在的volume R.U.R.它在這個大的平台下面其實是一條街 街道 是回應那個中校東路 他們覺得中校東路不能因為 這個台北流行音樂中心以後 那條街道就全部都斷掉 所以它直接在它的底盤裡面 有一個長形的店面 來continuous那個街的狀態 所以雖然他們的觀念裡面 都是在做multi-use的 舞台跟表演的空間 可是它兩個的觀點其實很不一樣 一個是集中性的 一個是發散性的 一個拉到邊邊 那當然大家都在談那個multiple function 跟那個variation 這兩個都在做 一個是在集中變幻舞台 一個是在拉成那個robot之間的關係 所以其實這兩個案子 對於都市觀點 對於我們稱為叫做永色觀點 其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比較 像今天的例子很好 一個是台北藝術音樂中心 一個是流行音樂中心 兩個東西都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那最後最後我跟大家講一下 當初流行音樂中心不管是RUR 或者是第二名的studio game 其實大家都碰出了一個問題 是大家都在流行的去談這個programming 之間的那個multi-use的狀態 那可是呢那個時候我們在談說 流行音樂中心有件事情 其實所有的建築的人都沒做到 是台北的流行音樂跟現場演唱會 那些搖滾的人 根本不需要你為他製造 那麼複雜的機械裝置 任何個地方都可以搖滾 任何地方都可以演唱 所以呢其實這也是所有音樂人 對於這個流行音樂中心的一個蠻大的攻擊 就是你花那麼多力去幫我們做這些舞台 做這些很正式的場所 根本不是我們這個underground music的人需要的 你其實流行音樂中心應該做的叫做 叫做pop music industry 也就是說那些小的live house 跟那個音樂產業 因為他們流行音樂的人覺得 其實政府不應該是幫他們做舞台 而是幫他們做產業 就是他支撐那個小小的那個 那個音樂的producer 包括post production這些產業的關係 而不是去做那個big stage 那當然這個是見仁見智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在回應到 都市跟建築問題你如果重新再想 今天流行音樂中心在談的那個industry 如果你今天在談的這個programming 或是在談這個擁設的狀態 不是在處理那個auditorium的空間的問題 而是在處理那個industry的問題 搞不好還是一個有趣的方向 可是那個部分一直在我們平的99個案子裡面 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案子 是在談music industry的問題 那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認為說 如果你大家今天如果破除了原來的 這個coolhouse的 當然coolhouse我覺得我也很迷戀 他的那個所呈現的狀態 可是你破除那個迷思以後 你還有一些事情 其實在這個都市裡面那個skeleture 就是閃至的那個狀態 那種擁設的論述 可能跟他的all in one的論述 可以做一些反正 所以我倒是覺得 剛剛的尾城提到的那個 那個如何定義boundary 如何定義永舍 如何定義global village那個村 那個關係搞不好它是另外一種 新的不同的模式 然後他搞不好有機會 重新去定義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 永舍的狀態 這個大概是我剛剛回應大家在 因為我覺得剛剛那個討論很好 而且每個人都有抓到coolhouse 當今天每個人抓到coolhouse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要趕快離開coolhouse 因為你們都抓到了 所以你們很容易就被綁在那邊 知道他怎麼用舞台 知道他怎麼創場景 知道他怎麼把program 把交通卡在一起 那個時候如果不知道 我就多講一點coolhouse 如果大家都知道 那大家趕快離開 趕快去找一些別的不同的方式 那再來是comment 而我很謝謝這一組的同學 很精確的把每一個人的分工 畫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們這個討論以後 還有三場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要搞太晚 那今天都到此為止 然後下禮拜 我們還是上我們的滴流堂課 然後今天的presentation給助教 到時候下禮拜給我 還包括今天的一些作業 那今天做presentation的作業 可以晚交一點沒有問題 大概這樣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經過的